影片制作不易 别忘了订阅更按赞哦 第673章 何家不团聚 转载请著名来源 马皇后放下手中的饺子皮 做不做诗词 是你哥的事情 他不愿做 你就不能强惑他 今日是中秋 是高兴的日子 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 你以为你六哥跟你一样天天很闲吗 朱素欣不服气道 是是是 我就是想让大家高兴高兴 也有错 那我现在不说话行了吧 朱素英也是无奈 见劝不住妹妹 便对朱军道 六弟 他性子就这样 你千万别生气 朱军不可置否地笑了笑 他今天心情本来挺不错的 但是被这么一闹 反倒是显得他小气了 早知道 他还不如老实待在吴王府内 跟妻妾关上门过中秋 不比在这里勾心斗角的舒坦 徐妙景三女 也是冷眼看着朱素英 他们都对这个小姑子不喜 气氛顿时冷了下来 昆宁宫突然安静了下来 朱素英看着众人脸色不对 心里也有些害怕 当下眼珠一转 哼 不做就不做 谁稀罕 这时候朱远章走了过来 呵斥道 你妹子只不过求你做一首诗 你何至于此 好 既然他让你做 你不做 那咱让你做 你总该做了吧 朱军看着他 见他表情有些不自然 突然笑了起来 既然父皇让我做 那臣自然要遵命的 父子二人对视着 其他人都觉得有些不对劲 特别是马皇后 觉得父子二人之间 似乎有了隔阂 不似从前那般 好 那咱都要看看 你这个大业文坛第一人 能做出什么事来 朱远章很是满意地点点头 一旁的朱素心脸 上则是露出了胜利的喜悦 徐妙景抿着嘴 心里有些生气 这时候 观音奴拉住了他的手 暗暗摇头 这么久了 他也了解徐妙景的脾气 这女人极度护肤 甭管你是谁 欺负了他的丈夫 他保证第一个站 出来硬钢 徐妙景不解地看着他 观音奴压着声音道 情况不对 现在不要说话 徐妙景猝起眉头 朱远章则是走到一旁的桌子前 那里一百放着笔墨纸验 他拿起笔 速速地写了起来 朱远章等人纷纷围了过去 而在外头打闹的朱英雄等人 得知朱远章再次作诗 也是非快得跑进来围观 朱远章献献朱远章低头 得意洋洋地道 还不幸治不了你 朱远章叹声道 你以后别指望六弟了 我才不指望他 朱远章道 反正我也没打算跟他修复关系 就当没这个哥哥 他知道妹妹骄纵 性子偏激 却没想到偏激成这样 这可不是件好事 而一旁的朱远章 想走过去悄悄 但是自持身份 没有过去 好一会儿 朱军将笔一丢 写完了 朱英雄在一旁大喊道 好 写得好 写得妙啊 这一嗓子 倒是把昆宁公众人 所有的好奇心都积了起来 特别是穆贵妃等人 更是伸长了脖子 朱素兴也好奇迹了 想过去 但是又碍于面子 还是朱远章开口道 僵尸瘫 网狗急忙上前 让人将大指摊开 受精体的独特写法 顿时让在厂人眼前一亮 朱远章走上前 仔细看了起来 随即念道 中秋月 万里清光不可思 天仇亦恨绕天涯 谁人拢外九争术 何处亭前心别离 失宠故鸡归怨夜 莫翻老将上楼时 照他击许人长断 玉兔银缠远不知 当他念完后 在厂人无不感叹朱军文采 这首《中秋月》 绝对是极为难得一线的佳作 朱远章在大指前看来看去 他喜欢 集了这首诗 也喜欢朱军的字 六叔 这首诗能送我吗 你喜欢便拿去就是了 朱军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 谢谢六叔 朱远章极为高兴 而朱素兴却是撇嘴 还以为是怎样的诗 也就一般般吧 旁人听了都无语了 这还叫一般 那别人所作 岂不是连粪土都不如了 朱素兴本想说点什么 可想到妹妹这脾气 说了也白说 朱军这《中秋月》好极了 不同于水雕歌头的绝美 这首诗简 只把月亮的仇写满了 他说 月光所照之处 给天下人增添仇恨 这仇有 争人私家 院中离仇 宫中哀怨 战俘怀乡 月光引得种种人断肠落泪 而月亮却浑然不绝 简直是普天下头等傻瓜 只不过 这首诗 太仇 也太怨了 似乎不符合合家团聚的主题 只是他没敢说 朱远章也是眉头深皱 他感受到了朱军的埋怨 这是在以诗欲人 你这诗 不喜庆 太愁了 朱远章道 事由心生 眼下尔臣只能做出这首诗 若是父皇不喜 儿臣也没办法 朱军拱了拱手 才华有限 儿臣还要继续跟李先生多学学 所以日后就不现愁了 说着 他走到马皇后跟前 娘 孩儿想起 秋为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今日就不陪您一起用膳了 马皇后急忙起身 一把拉住朱军的手 有什么事 吃完饭再走 心里藏住公事 吃不下 朱军拍了拍马皇后的手 可马皇后紧紧拉着她的手 眼中有些哀求 可朱军还是硬着心肠抽出了手 随即看了一眼徐妙景三女 你们留在这里陪娘 我先去忙了 今天是中秋 大家都休息了 你去找谁商量公事 朱远章脸色沉了下来 明日就是会事 而臣不幸 他们有闲心吃饭 而且 他们的考题还没有送过来 而臣都没有心思吃饭 他们有心思吃饭 朱军拱拱手 而臣先行告退 说着 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离开 所有人都愣住了 默然想到 朱军居然说走就走 昆宁宫中的气氛 再次变得沉寂 他们都能看到 皇帝脸上的阴沉和愤怒 狂妄自大 不就做了一首诗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走就走呗 没了他 难道这中秋就过不下去了 话落 他嘴上一痛 响亮的巴掌 声响彻了昆明宫 推荐本书 第674章 父子嫌隙 转载请著名来源 朱素星捂着嘴 看着愤怒的母亲 满脸的不敢相信 母 母后 你为什么打我 为什么打你 马皇后从来没有 对女儿动过手 可今日 他却是彻彻底底的失望了 你心里不清楚吗 这和家团聚的日子 你非要闹得大家不高兴 你才满意 你六哥不与你一样 是让着你 不是因为 你有多么了不起 是我太纵容你了 才让你如此蛮横无理 从今日起 你给我老老实实 待在宫中抄写女婿 什么时候把脾气改好了 什么时候再出来 改不好 你就给我一支血 我看谁敢纵容你 马皇后作为后宫之主 脾气虽然好 却不是没有脾气 要不然 后宫这些女人 能服服贴贴的 她发火 连朱远章都不敢说什么 朱素星就别提了 吓得眼泪不断地 在眼眶打转 心中委屈到无以复加 可她平日的骄纵 都是假大控 此刻被马皇后 一戳就戳破了 没了父母的宠溺 根本默认惯着她 她看向朱远章 可朱远章却没说话 只是骂道 这混账东西 大好的日子 非要闹得所有人都不高兴 说着 她一摆手 你们过吧 咱去看奏折了 紧跟着气呼呼地离开 事情发展太快 不少人都还没反应过来 马皇后气得不行 你们该干嘛干嘛 我过去看看 她追上朱远章 朱仲巴 你给我站住 你今天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好好的 你干嘛非要针对老六 老六做错什么事情了 他不愿意做师 你干嘛跟苏星起哄 做了你还不满意 挑三拣四的 你有那能耐 你自己怎么不做 好好一个中秋 你看看 过成什么样子了 你要是不想过 那以后就都别过了 献妻子发怒 朱远章有心解释 但最终 还是否定了这个想法 咱让他做手势怎么了 咱是他老子 吩咐他怎么了 他还给咱甩脸色 之前还动不动就踹咱的人 他眼里有咱这个爹吗 咱看他 是有点功劳 有点文采后 就不把天下人放在眼里了 论嚣张跋扈 谁能比得过他吴王 行了 他不愿意过 那以后就不要叫他了 咱也不想 在今天跟你吵嘴 说着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 父子二人斗气 马皇后也是无可奈何 再加上 老大现在又不能动他 似乎所有的坏事都围上来了 让他有些透不过气来 闹吧 闹吧 你非要把这个家给闹散了才算完 马皇后冲着朱远章的背影道 你非要把自己的儿子给骂走了 你才高兴 朱远章苦笑 却没有说什么 今日之事 是他有意未知 而另一边 朱军离开皇宫 也松了口气 自从他破了印仓后 老朱就不对劲了 留在京城后 并没有他想象的快乐 大哥倒是还好 可老朱似乎 今日之事 他敢打赌 是老朱故意未知的 什么大叶文坛第一人 统统都是扯淡 看来还是要离开凤阳 朱军心里这魔想 即便我一片赤臣之心 可在有些人眼中 并不纯粹 大哥倒是不正魔想 但是架不住老朱啊 我若继续强留在京城 与我没有半点好处 就算我已经把兵权交给了大哥 依旧没用 宋连等人 在外卫我扬名 这是捧杀 我名声越大 敌人也就越多 有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就越多 所以 还是就翻吧 朱军本以为自己一片真心 就能留下来 然后好好地为大哥做些事 等成功后 他在全身而退 可现实就是现实 不是他想怎样就怎样的 他本想去宁波府开海 可眼下也没心情了 到时候 直接让沈二宝过去接手 秋围之后 他要尽快就翻 想起自己这两年的心路历程 转变 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去威海卫 那里距离袁大都最近 而且可以发兵恶手要盗 要是朱军有什么动作 他可以第一时间拦住他 他有些心寒 朱远章的不信任 让他分外难受 或许 在老朱眼里 大哥才是亲儿子 他们这些人 都是镇守边关的工具人 或许某各阶段 你会感受到父亲的疼爱 但最终 还是会回归现实 而此时 朱远章正在奉天殿内看奏折 只不过 他根本就看不进去 心里乱糟糟的 朱军走之前的眼神 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让他有一种 自己做错了的感觉 哼 咱莫做错 咱知道 你心是好的 但以后的事情 谁说得准呢 咱是为了保护你 不让你受伤害 要是老大健健康康 就算你一辈子留在京城 又如何呢 现在老大这样子 咱愁啊 你身边那些人 也未尝没有想法 咱知道 很多人蠢蠢欲动的 但是有咱在 那些人就不可能 朱远章心里 这么对自己说 原本愧疚的内心 渐渐变得冷漠起来 他是一个父亲 可现在更是一个帝王 而就在这时 朱玉来了 而且是让人 用担架抬着过来的 看到这一幕 朱远章愣了愣 你不在东宫好好休息 跑这里来做甚 朱远挥退了其他人 说道 父皇 你为何要这么对老六 朱远章皱起眉头 便知道 朱远是为了什么来的 咱怎么对他了 你妹妹求他做事 他不肯做也就罢了 咱只是 说这事不喜庆 他就甩脸色走了 难道咱还要求 他回来 到底他是老子 还是咱是老子 朱远章愤愤不平道 朱远却看穿了 朱远章的心思 父皇 您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 您就是故意激怒老六 就是想让他犯错 而臣早就说了 老六从来没有其他的想法 就算要让他就翻 也可以好好商量 没必要如此 您这是伤了他的心了 这能怪咱吗 朱远章怒声道 咱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你 你的良心呢 被狗吃了吗 还是说 你真的打算 让你弟弟上来替你 你当咱是什么了 推荐本书 第675章 迷茫的老朱 转载请著名来源 朱遇到 兄弟相让 又有什么不可的 上古时期 选嫌善让 而今老六所展现 出来的能力 丝毫不弱于我 甚至 很多方面 都是我所不及的 既然如此 那让老六来又如何 我从来不在 意这个位置 我在意的是兄弟和睦 是家庭团结 是子孙幸福美满 不是坐上那个冷冰冰的位置 称姑道寡 这天下 自是父皇打下来的 父皇要让谁做 谁就能做 可您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今老六阵迹万民 独公凤阳 治理水患 利民生大计 破硬昌 灭童家 狡海匪 这些难道 您都没有看在眼里 人都是自私的 他自然想让朱英雄上来 但是他尚且年幼 他也支站一个 皇太孙的名头而已 朱玉 思考得很深很深 不知道多少个夜晚 辗转难眠 起初一开始 他只是 想让朱军就翻 但逐渐地 他看到了朱军的能力和改变 他想让朱军照顾千 可他不愿意让 朱军变成 一个摄政王 那对朱军来说 不公平 谁知道日后如何 在这个位置 他看到了太多太多的阴暗面 就由不得他不往坏处想 这一次 他虽然不痛了 但是病根尚在 而且一场手术后 袋元里 说他元气损耗得更厉害了 所以 他得提前做准备 那又如何 那些都是他该做的 朱远璋怒声道 你不说还好 你说了咱倒觉得 这一切就是个骗局 父皇 朱玉拔高了声音 这不是个骗局 老六 不可能骗我 如果您觉得老六 在懵懂之年 便开始装疯卖傻 这些年来一直隐藏自己 那这些年老六所受的苦 岂不是白受了 当初他可是 好不容易才活下来的 那是我一手带大的弟弟 我岂能不知道 他是什么人 您难道没看过 他发病时 倒在地上抽搐的样子 难道那些都是假的 朱玉红着眼睛道 他拉着我的手说 自己不受控制的时候 您可知道 我有多难过吗 若不是六弟 替我挡了那一下 说不定中伤的就是我了 朱远章眼神复杂到了极致 那一日至今 他都不愿意回忆 那是 他此生最大的败仗 名不正言不顺 你休要过躁 再大业 只有嫡子继承家业 嫡子末了 还要嫡孙 嫡孙末了 还有次孙 子承父业 孙承祖业 绝不可能有地承兄业 朱远章冷声道 你再多言 别怪我心狠 将老六娟静起来 他没有危险 他的确心为朱军的变化 也得确疼他 无论是朱军对百姓的怜悯心 还是作战能力 才能 治理天下的能力 他都是认可的 可恰恰如此 他才害怕 一旦开了这个头 日后会如何 老朱家兄弟之间的纷争 还有宁日 日后 兄弟相残 书抢职位 日后就算他死了 也不会瞑目的 甚至 他心里还是有些怀疑 朱军是真的在藏桌 一切都是为了 父皇 您 你给咱住口 朱远章呵斥道 咱说到就能做到 既然你逼咱 那秋为后 咱就善让给你 你愿意接也好 不愿意接也罢 咱家都要把你架上来 到时候 咱就亲自领兵 去跟漳州陈汉决一死战 咱要让你朱玉 文成武德 一统天下 要让你朱玉的子子孙孙 都当皇帝 要是咱不幸死了 那就死了 你要是守不住 咱给你的基业 那也没关系 谁家里还 没有个败家子呢 昔日咱做工的 地主老爷家里 儿子都是败家子 咱也当一回地主老财 大不了把家产败光 烦死了 看不现 不心疼 朱玉气得不行 父子二人你瞪我 我瞪你 他很清楚 父皇这么说 就一定会这么做 父皇 大爷的皇帝 不可能躺在床上 大爷要的是一个能文能武 能定帮兴业 雄才大略的君主 很显然 我不是 来人哪 把太子送回东宫 朱远章气急败坏 反了 反了 一个个都反天了 咱做的什么念 一个个都知道气咱 一个个都不孝顺 咱要你们这些儿子 有什么用 朱玉被人送走了 朱远章用了好久 才冷静下来 他本想撤了 朱军主考官的位置 但邱为的事情太大了 再加上时间太短 一旦撤掉主考官 怕是会有不好的影响 他心情烦躁极了 马皇后派人 送了吃的过来 他也半点胃口没有 叫上蒋皇后 他穿着长服 出了宫 宫外人升顶费 说不出的热闹 相比刚迁兜的时候 凤阳的繁荣上了 不止一个台阶 城东最繁荣 城南烟火器最重 城西是百货市场 城北则是工厂 外部村庄统一规划 城里农村合作社 周周通 县县通 乡乡通 连村子里的路 都是又大又平坦 每次心烦的时候 他都喜欢出来走一走 相比应天 这里多了一份家乡的亲切 总是能够用最短的时间 安抚他焦虑的心情 蒋桓跟在朱远章身后 也不敢说话 他能感受到皇帝的心情 这种时候 保持沉默 等什么时候皇帝开口了 什么时候再说话 狗东西黄绝寺今年的香油 钱给了吗 朱远章突然开口道 回陛下 已经给过了 王狗急忙到 走 去那边看看 朱远章把腿就往黄绝寺走 以前 他很喜欢缠着老主持 有些时候 看不真切 他就喜欢问他 虽然绝大多数时候 老主持打着禅语 让人不明其中的意思 但朱远章是感激他的 感激他的认真教诲 在自己最难的时候 是黄绝寺收留了自己 给了自己一口饭吃 现在他贵为皇帝 很多心事 也不愿意再对外吐露 哪怕老主持也是一样 可今日 他想不开了 他很想找老主持聊聊 来到黄绝寺 他见到了老主持 老主持看起来依旧慈祥 只是脸上的老人般更多了 眼珠也更加的浑浊 那勾楼的身形 好似站不稳一样 平僧参见陛下 推荐本书 第676章 渡人先渡己 转载请著名来源 老主持 咱说了 这黄绝寺上下 谁见了 咱都要行礼 唯独你不用 朱远璋将他搀扶起来 老主持笑着道 平僧拜的可不是皇帝 而是现在佛 和尚见佛 岂有不拜的道理 朱远璋不由笑了起来 这老和尚 说话就是好听 每次来这里 跟他聊上机句 总能够豁然开朗 那老主持猜猜 咱现在过来作甚 朱远璋问道 老主持急忙道 凡夫俗子 岂能忘猜佛的心意 如果佛让你猜呢 若佛有旨意 自然要小心地请教 老主持看着朱远璋 陛下独自前来 未宪家眷 今日又正值中秋佳节 是和家团聚的日子 想来 陛下是碰上心事了 陛下雄才大略 万千心事 不过一笑之间 所以平僧猜测 心事与家人有关 说着 他顿了顿 继续道 这些都是我佛事下 朱远璋笑着摇摇头 这老和尚不仅会说话 还很谨慎 揣测圣心 这是犯机会的事情 他依据我佛事下 将自己撇得一清二楚 做得是滴水不漏 你的佛看来 也不准吗 朱远璋笑着道 那看来 平僧的佛法 还没有修到家 还不能聆听我佛的真意 老主迟道 佛家有一门神通 叫他心通 看来平僧的心不够瞪净 看不清自己的内心 那自然也不会 明目他人的情绪 那该如何 让自己内心瞪净 人有五官 眼鼻嘴蛇耳 照进观身 相传祖师达摩在洞中哭作 山洞之中 居然留下了祖师达摩的影子 有人说 那是祖师达摩留下的心念 自那以后达摩祖师佛法大成 可平僧有些捉见 哪有人能在山洞中留下影子的 或许是祖师做得太久 靠在山洞中 久而久之 便压出了轮廓 朱远璋一愣 旋即放声大笑起来 心中的愁绪不由的 一扫而空 妙也 人呐 总是为世俗所扰 就好比平僧 昔年碰上了自己的恩师 恩师曾说 平僧有慧根 可平僧当时想的却是 当和尚能否吃一毒饱饭 等当了和尚之后 才发现 真正好的 只有庙里的精神菩萨佛祖 小和尚瘫嘴 悄悄吃肉 大和尚打熬武艺 更是需要吃荤腥 老和尚年老体衰 什么都有了 可牙口雀 咬不动了 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 又有几个人 是真正尽心虔诚的修佛法的 平僧二十岁之前 只为了一口饱饭 四十岁之前 只想着做大德高僧 六十岁看遍了人间疾苦 才开始认真前修佛法 以寻求超脱之法 到现在 平僧已经不修法了 为何 朱远章不解 法在心间 在人间 佛法修得再好 也依旧度不了人间疾苦 这地方 不过是为了躲避纷乱而已 身虽安静 可心却不静 所以平僧觉得 度人先度己 若自己都没有达到彼岸 看见真理 又如何说服别人呢 朱远章陷入了沉思 老主持说得很真诚 说的话不像以前 但他却听进去了 度人先度己 未见真理 如何度人 这不就是 他现在的情况 那如何度己 朱远章又问 佛说 接受他 面对他 人生无非见招拆招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朱远章豁然开朗 是了 人生无非见招拆招 现在再难 难得过当年 眼下他什么都有了 难得还困在这里出不来 他笑了起来 旋即起身 今年黄绝寺的香油钱加倍 那平僧就谢过陛下了 老主持起身 急忙道谢 咱也不久留了 老主持 你保重身体 谢陛下关心 不用送了 朱远章说了句 走出去末几步 又停了下来 对了 老主持 咱当年用的破波还在吗 不在了 去哪了 送人了 谁 乌王殿下 老主持坦诚地道 咱还以为老主持不会如实说呢 朱远章笑着道 能告诉咱为什么吗 凑巧 何元 仅此而已 那破是一件宝贝 承载了很多的功德 平僧送给吴王 只是希望能够保佑吴王 真的 自是真的 朱远章收回目光 转身离开 那口婆婆可不简单 朱远章一直想要回来 但是老主持不给 却没想 专送给了朱军 他揉了揉脑袋 心中有了决断 必须尽快让他离开京城 事业 徐妙景等人回到府中 陷到被李婉丘 沈多围在中间的朱军 不由地气笑了 我还以为你辛勤苦闷 没想到你在家里左拥右抱 徐妙景气呼呼地道 怎么 今天中秋节 还不许我高兴高兴了 朱军头枕在李婉丘的腿上 脚搭在沈多人身上 旁边汤中林 穆念慈 苏努尔等人伺候着 苏小小将水调 歌头编成了曲儿 唱起来 别提多应景了 你走为什么 不带走我们 徐妙景气呼呼道 母后幽默得罪我 你们若走了 那母后多难过 你走了 我们在哪里 就不尴尬了 徐妙景气地 给了朱军一拳 本以为这家火器们 没想到比谁都享受 这就是 你说的盲工事 朱军前笑一声 旋即坐起身 将徐妙景抱了过来 我这不刚忙完 就寻思放松放松 别气了 下次我走 肯定带你们走 观音奴道 你走后 母后言成了安庆公主 你气也该消了 是吗 朱军有些诧异 在印象中 马皇后是很宠这个小女儿的 没想到居然会言成她 怎么惩罚的 见朱军有些幸灾乐祸 观音奴之豪 把事情说了一遍 罚是罚了 不过母后也很难过 你啊 做事还是太冲动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安庆公主 可你就看在母后的面子上 不行了吗 你再奥难道 奥得过父皇 你总归是他的儿子 老子使唤儿子 天经得意 这件事 你有错 观音奴叹了口气 所以啊 你得找个时间进攻 好好给父皇道歉 推荐本书 第677章 开考 转载请著名来源 道歉 朱军摇摇头 不可能 这辈子都不可能道歉 你干嘛这抹死卷 难道你还想让父皇低头不成 徐妙锦生气道 那也不至于 朱军道 不过这一次之后 凤阳咱们是不能待了 等秋为后 咱们就搬家吧 远离这里 众女都是一愣 琪琪道 去哪 就翻 除了京城 想去哪就去哪 朱军道 这也太突然了 你不是可以留在京城 徐妙锦皱起眉头 而观音奴突然就反应过来了 他现在才明白 为何朱军会在这个关头 跟朱远章闹矛盾 以他对朱军的了解 不应该的 现在看 应该有什么 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莫非是太子 是了 太子情况不好 他留在京城 得却不合适 不管去哪 你去哪 咱们就跟去哪 观音奴道 汤秀玲也急忙道 对 你去哪 我们去哪 众女纷纷表态 朱军心情大好 挨个将众女抱过来亲了一口 抱 你们可真是我的好宝贝 放心吧 就算去鸟不拉屎的地方 我也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朱军从不在意那个位置 他本意就是当的闲鱼 既然老朱迹弹他 那他就走呗 至于大哥 他布置了两年 就算他不在京城 也绝对可以影响一部分人 如果他真的有想法 他有七成的把握 但是没必要 他重活一世 只想按照自己意愿活着 带兵出战也罢 做文超宫也罢 那都是生活中的一次尝试而已 人生就该有热血 有装碑 有平淡 他所求不过心安理得 快快乐乐 娇气美切环绕 而孙西前环绕 再顺带多楼点银子 过上一点奢靡的生活 就够了 老朱看似坐拥天下 可他是个穷人 一个坐手金山 却两手空空的人 他有的不多 可两手攥住的 都是自己最想要的 月上树梢 朱军起身 今日中秋佳节 把大家伙都叫过来 咱们一起品月饼 赏月光 做诗词 很快 李延熙等人就全来了 院子里变得热闹起来 朱军高兴极了 一口气连 做了六七首诗词 还又唱又喝的 直接喝醉了 众人手忙脚乱地 将朱军抬回了房间 沈多儿道 从来没见过殿下这般 不用担心 今夜我来照顾他 徐妙警道 还有我 观音奴道 你们先回房间休息吧 等众人离开后 观音奴道 可他高兴的时候 从来不是这样的 他之前费尽心思留下来 现在却说要离开 能高兴吗 徐妙警道 外面有一些风言风语 我都知道 可我更知道 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只是想帮助大哥 仅此而已 走吧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也好 免得大家不高兴 观音奴道 自古以来 这种事情都很血腥 只要咱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的 比什么都重要 一日 朱军早早地便醒来了 揉了揉有些发胀的脑袋 会想起了佐 夜的放浪行骸 看着旁边 被自己折腾的不轻的良女 她也是苦笑 昨夜喝醉后 她吐了不少 良女又为她冲洗 等到半夜 她酒醒 然后就开始作怪了 折腾了多久 她不知道 反正两人都连连讨饶了 又揉了揉有些发酸的腰 垂了垂发软的大腿 从偶臂粉腿中爬了起来 两人还在熟睡 朱军亲手轻脚起床 洗漱一番 就直奔考场 来到考场 还没有开门放人 但是该来的考官都来了 那考官 外考官 大小题目近二十道 朱军已经做了汇总 题目都很大胆 其中还有一道 有关于天下一统的题目 而汇市 一般从几十人 到三五百人不等 前几次 大业科举 也不过寥寥一百多人 去市占三分之一 而这一次人数达到了八百人 大业本国人约四百人 他国的学子占据一半 八百人的汇市 也堪称百年之罪了 这么多人 所以监考起来 也比平常更难一些 所以 在外监考的官员 从十一人增加到了三十人 其中十九个 是临时增加的 人数虽然多 但竞争更大了 这一次取市 至多不超过六十人 也就是说概率不足十一 殿下 先进闻庙给二圣上香 刘姬提醒道 朱军点点头 按照一贯流程 进闻庙上香 然后念诵记文 等及时到了后 开门放学子入场 在这之前 先要搜身 经过严格的审查后 才能入内 朱军不由地想起 前世那些人作弊的手段 如中空的毛笔 用老鼠胡须写的文章 每一个字比米粒还小 然后缝制在内衬中 还有记竹 所谓记竹 就是把蜡烛内部 眼影线从底往上掏空 塞入纸条后 再用蜡油将底部封平 然后带入考场 这种都算是粗放派的 还有高科技作弊高手 如银炎变黑 用这招的 都是化学高手 把衣服的家里 密密麻麻用盐水写满字 混入考场后 点蜡烛用火一烘 文字就显现出来了 甚至还有飞鸽传输送答案的 因为三天内不能离开 总之这些人为了能高中 无所不用 献朱军在哪里暗暗发笑 刘姬还以为 他在想什么坏点子 不由心中警惕起来 殿下 呆去给那些学子训话了 刘姬提醒道 本王就不去了 你去吧 朱军摆摆手 坐在椅子上 丝毫没有起身的意思 反而端起小茶壶 美滋滋地喝了起来 刘姬无奈 也不愿意在这种小事上 跟朱军纠缠 随即出去训话 然后宣布开口 逃场礼器分顿 识变地紧张起来 朱军坐了一个时辰 实在是坐不住了 就踢着茶壶 在考场赚优 这些学子 在不足两尺宽的考位里 未来三天 赤和拉萨都要在里面 那酸爽 想想都知道 好在大夜恩科放在中秋 这些日子 虽然昼夜温差大 却不至于了忍受不住 他走了一圈 其中一个皮肤细腻的小白脸 引起了他的注意 推荐本书 第678章 结束 月卷 转载请著名来源 这小白脸看起来个子不大 进入考场后 别人都是紧张地埋头考试 而这小白脸则 是慢条丝里地从包里 拿出小火炉 又从背包里拿出食物 放在小沙锅里煮了起来 不一会儿 一股香气就传开了 朱军仔细一看 吃的居然还是羊肉 这人要磨胸有成竹 要磨自身关系不错 可不过那一条 都不值得让朱军过分关注 他以前只是在博物馆里 看到过学子们科举时候 做饭的家伙事 今日却是亲眼看都 也觉察到了朱军的目光 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还看向朱军笑了笑 这小白脸倒是生了一副好皮囊 不仅腹白如玉 笑起来嘴边还有一个酒窝 不敢说貌比潘安 却也跟朱军有的一拼了 至于女扮男装 那不可能 外面三道防守 把你从里里外外搜了个遍 女孩子早就发现了 收回目光 朱军继续回去喝茶 不过监考也住食无聊 他索性让人搬来了躺椅 呼呼大睡起来 看到这一幕 宋连等人都是暗暗摇头 太子殿下让他监口 这才多久 就躺这里呼呼大睡 传出去 多饮想天家颜面 刘姬则是冲着宋连暗暗摇头 示意他不要吭声 自己则是走到朱军的身旁 小声道 殿下 您若是累了 要不入内休息 无妨 本王就在这里休息 白天这些人不敢动手动脚的 但是晚上就难说了 白天有你们 晚上本王再下去走动 科举不单单是考生累 考官也累 进入公院后 考官就不能随意进出了 吃喝拉撒也要在这里 以防止有考官逊思舞弊 透露考题 唯一不同的是 考官不需要考试 可以随意走动 但这里面的味道 着实不怎么样 八百个人会聚在一起 总要方便吧 虽有公同 但那味道窜一块 也着实不好受 文言 宋连等人脸色倒是不那么难看了 刘姬也不再说什么 白天作弊的可能性比较小 真正难防的 还是晚上 这一决 朱军从中午睡到了傍晚 吃饱喝足后 他开始下场监考 大多数考生都面露疲惫 特别是一些上了四十岁的考生 哭作一日 着实煎熬 朱军再次走到那个小白脸面前 发现他面前的纸张倒是写满了 这会儿正 斜躺在里面小气 在他身前的案板形 还点燃了香炉 沁人心脾的檀香 正鸟鸟生烟 好家伙 比自己还会享受 等到了晚上 朱军走动得更加频繁 三十个考官分成了三班人 来回不断地交叉巡逻 到了第二天下午 有体力不支的考生 被抬出了考位 这就是一国大考 越到后就越难 考验的不仅仅是脑力 更是体力 孱弱的学生 是很难经受住高强度的考试的 富贵人家的学子 自然能像那小白脸一样 吃好喝好 可普通人家就不一定了 逃场中一些人 为了节省时间 喝的冷水 吃的是硬邦邦的干粮 条件也不怎么好 所以这个时代 能够杀出重围的寒门学子 绝对是人中龙凤 一步一砍 犹如登天 所以科举是晋升的通道 也是阻碍 要是能推翻就好了 可转念一想 这想法就被压下了 他这一走 去到翻的就翻 寄攻大学还能继续吗 日后想要和大哥交流 就不那么方便了 最重要的是 大哥若是有什么突发情况 他也不能第一时间窒息 罢了 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把大学搬到自己的翻地 老五建一学院 那我就见大学 影响不了天下 那就影响一地 潜移默化之下 纵然比不过科举这些老爷们 也足够普通百姓 找一条合适的出路了 最起码 我还有翻地 有手下这一群人 掌握着天命组这些人 可以影响的人太多太多了 而这一次 我要彻底影君幕后 不能再路头了 一念至此 朱军心里好受了许多 很快就到了第三日 不仅是考生到了极限 就连很多上了年纪的考官 也受不了了 终于在最后一刻 宣布考试结束 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一些强忍着的学子 更是直接一头栽倒在暗毒上 对此 朱军也见怪不怪了 自从昨天起 每日都有二三十人 被送去救治 收卷 胡明 朱军吩咐道 随后有专人过来给试卷胡明 然后将卷子收上去 如此一来 可以最大程度上卷保公平 而接下来 还不算完 这八百学子的试卷 近二十考题 近一万六千道题目 需要他们这些人 在一个月内看完 记住了 一份试卷要过八个人之手 最后才到主考官的手上 这八个月卷官 都会在上面写上自己的记号 也就是说 这每个人都要月卷八百 若是自己特别喜欢这个考生 那么则可以见卷 当然其他的月卷官 也能提一下自己的意见 足足一个时辰后 卷子收了上来 由朱军和刘姬 一起护送封存 由专人看守 殿下 该进宫复命了 刘姬道 复命之后 就要抓紧月卷了 朱军特别想拒绝 这三天也是给他累得不行 可想到自己是带大哥监口 还是这样忍着疲惫 一同进宫 等复命之后 其他人正准备离开之际 朱军却留了下来 你们先走 本王一会儿就到 众人都皱起眉头 他不在场 莫人敢开箱 你还有事 朱远璋看着朱军 有 朱军道 长话短说 说完就去月卷 这次人多 时间紧迫 笼椅上的朱远璋 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若是以往 他必然挥退其他人 而此时却没有 朱军深吸口气 脸上露出了无奈之色 拱手道 月卷之后 而陈想就翻 还请父皇成全 话落 奉天殿内鸦雀无声 朱远璋愣住了 宋连等人 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推荐本书 第679章 开海帽 转载请著名来源 他们为何跟朱军过不去 不就是因为 朱军死活 不肯就翻 眼下他居然主动要求就翻 什么情况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龙椅上的朱远璋 则反应了过来 你想去哪 为海卫 朱军道 咱准了 不过要等你月卷之后 说完 朱远璋便继续拿起坐折 看了起来 只是 看似平静的外表下 内心却是风起云涌 谢父皇 朱军转身便走 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凤天殿 宋连等人 眼中满是星系 而刘基却觉察到了一丝不对劲 不过 这是高兴的事情 看来陛下 也觉察到 吴王刘金不妥 看来 他的计划成功了 成一兄 吴王他怎么好端端的 就 人多眼杂 有什么问题 晚些再说 刘基说道 宋连不住地点头 朱军则是如释重负 离开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天高皇帝远到了威海位 他就是土皇帝 末人在头上压着 岂不是更爽 老朱不愿意避开众人 不就是想借他的口 告诉所有人 他要离京了 这样也好 这些人应该不会再盯着自己了 来到月卷场所 众人开箱月卷 随后的月卷环节 众人看向他的眼神 也变得和善起来 朱军毫不在意他们的看法 做人嘛 最重要的是 问心无愧 就在朱军月卷之时 应天商会迎来了狂欢 沈大宝看着眼前的成员 说道 接下来 被我叫中名字的 都将获得宁波府海茂名额 此名额 不可转授 为期二十年 二十年的海茂名额 所有人都为之疯狂 海茂的利益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当初吴王借船的时候 他们虽然借了 但是不少人都是将信将疑 而现在 莫人在怀疑 吴王首眼通天 破了硬仓 灭了佟家 剿灭了桃花岛的海匪 从此以后 下海再也不用担心 被海匪给截胡了 每一个被叫到名字的人 都激动得不行 吴王果然言而有信 被叫到的人 全都是上一次出了利的人 虽然名额只有二十年 但是有实力的 一年少说 也能赚个三五万两 二十年下来 说不得能积攒个百万身价 谁说不是呢 咱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有人感慨道 不是咱们赶上好时候了 是咱们运到好 碰到吴王这 等不轻巧我等商骨的人了 若没吴王 我等可有今日的生事地位 众人都是纷纷摇头 说实话 一开始众人加入应天商会 只是为了保一个平安 谁让吴王背后站着的人 是太子呢 可现在 他们不这么想了 这两年来 朱军让他们自证 也让他们收获满满 这是不争的事实 眼下他们去各个城市 那都是官老爷的坐上宾客 都求着他们投资建厂 他们也赶上了好时候 有好些人两年前 只不过是身家数百量的小商人 跟住吴王 一下子就成了身家十数万的巨幅 若是以往 还要担心自己被人盯上 可现在 谁敢打他们的注意 有应天商会 有王府 还有太子 谁敢搞事 要知道 应天商会 可是有太子人驻守在这里的 二人应天商会 也从一个民间商会 彻底转变 为了半官方性质的商会 诸位 都安静下 我还有事情 要宣布 沈大宝压了压手 众人顿时安静了下来 一个个都直勾勾地盯着沈大宝 即日起 应天商会 改名大业商会 商会将做一定的调整 而这一次 获得海茂名额的成员 将一起成立大业海茂协会 为了便于管理 商会下面 将出现多个行业协会 协会自管 商会做统一的调配 而协会需要管理者 想当协会管理和理事的 可以踊跃报名 不过条件也是有的 报名者需要有三个以上成员的 举荐性才行 话音落下 众人面面相去 玄机一个个都兴奋了起来 先是商会改名 应天商会 改名大业商会 这岂不是代表住商会 彻底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其次 各行各业细分 意味着全力分摊 他们也有机会当协会的管理者 这可不单单意味着荣耀 还有权利和利益 这些二连三的喜事 让众人为止疯狂 同时 一个念头也在众人的心中 深深扎根 那就是跟着吴王 有肉吃 只要紧紧地追随吴王 荣耀 地位 权利 金钱 统统都能得到 而随着这些商人离开 开海的事情 也随之传开 令人羡慕的同时 也有引起了无数人的觊规 随之而来的 就是无数人进攻弹劾诸军 史台的御史 弹劾诸军不顾国政 擅自开海 随后 就是各家纷纷遣人尚无王府 想要一探究竟 不过诸军都是早出晚归 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越卷 根本找不到他人 对于这些弹劾 朱远璋直接压着不发 他只说 宁波府是一次试行 是专项专办 其他地方依旧近海 若是日后时机成熟 海帽会彻底放开 消息传出攻后 众人都放弃了弹劾诸军 除了一些保守派 其他人都嗅到了商机 找不到朱军 他们就去东宫求太子 不过朱远直接让他们去找朱军 只有朱军同意 他们才能在宁波府出海 这一日 朱军跃卷后回到府上 徐妙警道 你看看 这些都是那些人送来的拜天 你也不在家 我也拿不准主意 朱军扫了一眼 不用管他们 这些人什么都莫做 就像在海帽上分一杯羹 休想 要是他们再来 你就说我也做不了主 让他们去奉天殿找我父皇 不就是踢皮球吗 他也会 至于大爷未来会不会彻底开海境 他不清楚 也不想管 他就是一个亲王而已 又不是皇帝 这种家国大事 不可能事事都让他来管 他也管不过来 我爹说 海帽利益太大了 你这是给自己接了个烫手山芋 要是受不住 还是丢了他 徐妙警有些担忧的道 他们找不到你 就去找我爹 我爹都被他们烦得没办法 夺老家去了 推荐本书 第680章 父子冷眼 转载请著名来源 朱军苦笑一声 这事倒就是如此 可如果他随随便便 就把开海的名额让 给别人 让商会那些成员怎么想 当初自己没船的时候 是他们凑足了船 要不然 他连人马都送不过去 又弹劾攻破硬仓 老家清静 让丈人好好在老家休息一段时日吧 再有机日 卷子就能看完了 到时候 咱们就离开京城 到时候眼不见心不凡 他们想找咱们的麻烦 也找不到 朱军道 徐妙警点点头 也只能如此了 五日后 在加班加点二十余日后 终于将所有的试卷都批阅结束 让朱军没想到的是 谢静中了会员 而方孝直 虽然成绩不错 却掉出了前三 不过 即便如此 他还是高兴 这俩小子 也算是在自己跟前成长起来的 不仅帮他处理事物 也是深得他的信任 此刻一个中了会员 一个名列前十 若是电视上大放光彩 二人前途不可限量 虽然很想留下二人 但他们应该有更好的未来 没什么问题 就按照这个名词放榜吧 朱军敲定了榜单 然后带着榜单进攻复命 朱远章过目后道 如果咱没记错的话 谢静 方孝直 都是吴王府的人吧 是 一个中会员 一个前十 传出去 你让别人怎么想 朱远章问道 父皇是觉得 儿臣弄虚作假吗 朱军道 胡鸣月卷 交叉月卷 这么多双眼看着 难道他们就是傻子吗 若是我弄虚作假 他们早就进攻汇报了 宋连是什么人 父皇难道不知吗 再者 若是父皇不信 随时可以 将是卷调 上来查看 上面都有多位考官的批阅和标记 一看便知 朱军的话让朱远章哑口无言 哼 你舍得放他们出来 有什么舍不得的 他们若是未官能够造福一方 说出去 我也有面子 朱军道 总之 他们是否有才能 殿世的时候 父皇一事便知 话落 奉天殿中气 分辨得有些尴尬 朱远章有心想要缓解紧张的气氛 说道 开海的事情 还是像以前说的那般 你说了算 咱绝对不插手 谢父皇 朱军拱拱手 显得很客气 也很疏远 朱远章心里好似堵了什么东西一样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眼下尔臣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明月便走 朱军道 这么快 不等放榜 也不等电视了 你就不想知道 这两个人能出什么成见 不重要 路要靠他们自己走 而臣在不在这里 意义都不大 趁着妙景他们现在还没生 赶到那边 也好休息 若是等他们生了 带着不足月的孩子 赶路不方便 朱军道 闻言 朱远章心里起了一股无名火 那你就等 他们足月再走不行吗 不行 带不下去 这地方我带够了 压抑得很 朱军道 你是在怪咱吗 父子间的火药未见农 朱军也不知道怎么的 心里某根线就被拨动了 火一下子就冒了上来 而臣哪敢啊 你不敢 咱看你就是这个意思 朱远章怒道 你要去就去 尽快去 不要再凤阳碍眼 咱眼不见心不凡 省得那些人天天弹劾你 父皇放心好了 日后就算父皇求着我回来 我都不会回来 朱军冷冷道 我去向娘辞别 明日就走 父皇就不用派人送我 也不用赏我什么 就让我安安静静离开 免得那些人又来找我麻烦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 背后传来朱远章的咆哮声 混账东西 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 好好好 你滚吧 去了威海卫 就永远不要回来了 日后就老老实实地守在威海卫 不可以踏出威海卫半步 你若是踏出威海卫半步 咱一定不会轻饶了你 等朱军的背影从视线消失 朱远张心中莫的一空 他觉得自己好像丢掉了什么 整个人变得怅然若失起来 他知道 这件事是他的错 可他没办法呀 不远处的王狗都梦了 他最恨的巫王 就这么滚犊子了 以后 这讨厌的家伙 自己再也不用面对了 他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好好 这家伙总算是失宠了 等日后他犯了错 咱一定要让他知道 花为什么这般红 王狗心里这般想 而朱军离开凤天殿后 压下了心中的怒火 来到昆宁宫后 他给马皇后磕了三个响头 娘 明日孩 就启程前往威海卫 日后不能在您跟前伺候 您要多保重身体 前身最对不住的就是马皇后 继承前身的一切后 朱军也想弥补这个善良的女人 他虽然嘴里一直嚷嚷着低调一些 可前意思里 还是想表现 让这个女人高兴 马皇后也是不断地落泪 好好的 怎么说就翻就就翻 你跟你爹道什么呀 威海卫那么远 那么荒凉 你过去了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妙景几个人马上就要生了 你这一路奔波的 他们怎么吃得消 不行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凤天殿里找他 他也太心狠了 就不能等妙景生了再说吗 娘 跟父皇没关系 是我自己想走 朱军拉住了他的手 我不在的时候 您一定不要太节俭了 该哗哗 该吃吃 千万别委屈了自己 等我到了威海卫 会第一时捡给您写信 马皇后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他这辈子最亏欠的 就是朱军 娘 别哭 朱军不断地给马皇后擦拭眼泪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日后总有再次见面的时候 马皇后眼中满是担忧 她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妇人 朱军突然就翻 她自然是明白的 她心中怨朱远章 可也无可奈何 外面谣言四起 对朱军 对朱玉 对朱远章 都是一种伤害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朱军就翻 如此 谣言才会不攻自破 只是可怜我儿了 马皇后摸着朱军的脸 娘知道 你从来就没那想法 推荐本书 第681章 相告 转载请著名来源 娘 您跟大哥理解就好 其他人理解不理解 我并不在意 朱军笑着道 只不过这是我等的命运 儿子成家立业了 若是再赖在凤阳 就不合适了 我不能老丈着大哥的信任和理解 来让他难做吧 马皇后也是无奈 自古天解就是如此 到了大业 朱远章更是把所有成年的儿子 都赶去就翻 正好老八也习惯了 那孩子性子懦弱 你爹也不知道 把他安排在哪里比较合适 若是可以 就把他安排在你旁边 马皇后到 朱星是这个月籍贯的 朱军当时还在月眷 还特地请了甲去观礼 送了他不少礼物 在他籍贯后 让他就翻的奏折 就如同雪花片样 送到了老猪的案头 那小子性子懦弱 虽有自己撑腰 性子有了转变 可藏在骨子里的自卑怯懦 却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摆脱掉的 这种性子莫说就翻 就算是在老猪跟前 都能被人欺负 若是就翻了 还不被那些兵痞子给架空了 倒不是朱军起人忧甜 只不过 他现在都满身骚 去插手这件事 怕是不妥当 你啊 还是看父皇的意思 我去插手不妥当 免得到时候别人弹劾我 说我跟老八勾连 密谋 到时候得不偿失 朱军叹声道 马皇后也是反应过来 我也没想到在这一块 只是想着兄弟之间 能够互相帮助 日后也有个依靠 不过 微海微距离老四那里最近 你若是有什么问题 可以询问你四哥 放心吧娘 我已经长大了 不会再淘气 再让您担心了 若是有机会 我一定会回京看您 若是回不来 我就隔三差五给您写信 朱军道 马皇后眼泪是掉了又掉 抱着朱军就舍不得撒手了 这个小儿子 从来就是他心头最割舍不掉的 眼下说走就走 他心里就跟空了一块似的 安亲娘也罚了他了 你们是亲兄妹 气归气 但是千万别记恨上 他也是年幼无知 马皇后道 朱军对朱素兴 是半点好感都没有 但马皇后这么说 为了不让他操心 便道 娘 放心吧 我怎么会跟他一般见识 只要他愿意含我一句六个 我也会真心关照他 上下嘴皮子 都有磕碰的时候 更何况人呢 这个道理 马皇后自然是懂的 就好像家里这些孩子 有的是远近亲疏 又拉着朱军说了一会儿话 马皇后才放他离开 至于赏赐 朱军筒筒筒默药 说实话 他根本不缺 马皇后还担心那些女人照顾不好他 还要赏赐一堆宫女给他 吓得朱军连连拒绝 女人什么的 他也不缺的 这不 外面还痒了 两个没带回家呢 这一次就翻 正好让人把他们护送过去 离开昆宁宫 朱军又来到了东宫 看着正在床榻上看书的朱玉 朱军脸上挤出一个微笑 大哥 忙呢 文言 朱军放下手中的书 你怎么有空进宫 莫非试卷全都批改完了 朱军点点头 嗯 名字都排出来了 这次是进宫给父皇赴命 顺便辞别的 朱玉脸色一变 想好了 嗯 想好了 朱军道 也二十出头了 哪能一直待在凤阳 就算百官不说 弟兄们也有意见了 我也不能开这个头 免得日后他人有样学样 不好 朱玉常叹一声 知道这些日子 朱军太过亮眼 以至于让很多人都盯上了他 以往谈劾朱军的揍舌导是不多 特别是朱军吕立功劳后 把那些人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可现在不行了 朱军要兵权有兵权 要威望有威望 要银子有银子 产业遍地 全是滔天 对朱玉而言 这些不过是他强赛给朱军的 他这个弟弟 只是一心想要帮助自己 帮助大业解决那些潜在的弊病 他是绝对没有二心的 若非如此 他会将一切都摆在台面上给你看 就好比那些兄弟 一个个都爱惜羽毛 在外人面前从来都是喊穷的 你见过一个藏桌的人 把自己的底牌一点点暴露吗 不可能的 怪大哥 没有说服父皇 朱玉看着朱军 你也别怪父皇 他承受的压力也很大 不怪他 我理解 我只是不服气 若是想要我就翻 一句话的事情 又何必如此呢 我一开始就是想就翻 找一个地方 到我的土皇帝去 朱军摆摆手 随即苦笑起来 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 努力了两年多 依旧没有治好你 大哥 虽然让你坠马的不是我 却跟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别这么说 就算你不写信给我 在寻边的途中 又有谁敢说我不坠马 朱玉道 只是有人想让你当替罪羊 我知道是谁 朱军看着朱玉 我可以告诉你 朱玉皱眉 谁 老四 朱军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整个人都轻松了 你确定 我很确定 只不过我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我是有依据的 朱军陷入了回忆之中 这一切都要从我挖掘 徐家祖坟开始说起 听着朱军的叙述 朱玉脸色精彩极了 那时候 我只是想保住自己的小名 我想 我一个亲王 盗窃了自己未来账人的祖坟 还被人抓个正主 不管怎么样 父皇都肯定要给徐静达一个交代 我苦恼了几天 距离父皇给 我的最后时间不多了 我想 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既然别人不能帮我 那我就自己查 所以 我再一次下了徐家的目的 还真的查到了眉目 然后抓到了一些人 那两人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经过我的推敲和复盘 以及我掌握的线索 我基本可以锁定是老四 朱玉抿着嘴 好办想才到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因为那时候 我自身难保 无论我把这个结论告诉谁 都不会有人相信 推荐本书 第682章 得地如此 夫妇何求 转载请著名来源 谁会相信 一个疯癫的疯子呢 朱君满嘴苦涩 而且那时候 你还在寻边 父皇对我喊打喊杀 我又实在是拿不出罪证了 后面只好把我从徐家祖坟里 拿到的石膏土 递给了父皇 那之后 父皇才不怀疑我 时至今日 这件事依旧没有定论 徐家的祖坟已经迁移 徐妙锦也如期嫁给了我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徐家人必然知道真相 要不然 他们不会轻易结果这件事 朱君探声道 而且 我那时候自己也不相信 我信任的四哥 居然会如此 大哥 你知道 那种感觉吗 我那日提酒去找他帮忙 回想起来 就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样 好在 他并不防备我 依旧觉得 我是那个疯子傻子 也不知道 是他突然良心发现 还是得知你没有死 亦或者是他的计谋的得逞了 他对我 居然比以前更好了 我想 这大概是他心中的愧疚 和位数不多的兄弟亲情吧 这是说出去 谁能相信 父皇信吗 娘能信吗 哪个父母会相信 自己的孩子 会算计自己的弟兄 想要杀死自己的亲手族啊 我若是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你说他们内心会如何的难过 所以 我谁也没说 只是默默地防备着他 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 所以 你才想留在京城 一边替我做事 一边防备他 然后把许多功劳都算在我头上 是也不是 是 朱军没有否认 朱语突然大笑了起来 眼眶也红了 你小子 让我说什么好呢 本以为一直都是自己在照顾朱军 却没想到 这小子 只是在暗中照顾自己 他做了这么多事情 从不声张 只是默默地按照自己的计划推行 时至今日 大业可还有水患之难 可还有遍地的灾民 没用 时至今日 中都完工了吗 这不 他们都进来了 这中都皇城的宏伟和奢华 远超过硬天 时至今日 这路又宽又管 四通八达 条条大路通凤阳 时至今日 他们是天命了吗 是了 硬天破了 他们大业成了天命了 时至今日 海防可敬 那在大海上作威作福的海匪 也全都俯首了 大业海防敬了 而昨晚这些的朱军 得到什么了 他不辞辛苦培养出来的兵将 全都攥在他的手里 到头来 什么都莫得到 便要去偏远之地就翻 无怨无悔 他揉着朱军的脑袋 哽咽道 我实在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才好了 有你这样的弟弟 真是我的朱玉的幸运 朱军也红了眼睛 大哥 昔日你忽悠我 今日也得我保护你了 来日 就算我去了威海卫 也会恶手要道 老四他若能踏过我面前 就算我朱军无能 只不过 我不在你身边 你需要照顾好自己 朱玉深深地看着朱军 他突然就懂了 难怪朱军 繁荣富贵的地方不选 偏选威海卫那地方 现在说得通了 直到现在 他还在为自己考虑 还在用自己的方式 默默地保护着自己 他紧紧攥着朱军的手 心中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说 他真的特别想 将那句话说出来 可他不能 生怕吓跑了朱军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 也会提防着 你不将这件事 告诉父皇母后是对的 处理得很好 但是 你不要等老四有什么冲突 一切都交给大哥 大哥会处理好的 朱玉拍了拍朱军的手背 你且去威海卫 就翻 终有一日 你今日所受的委屈 大哥都会帮你找回来 到哪一日 你就留在大哥身边 哪儿也不用去 朱军点点头 若是大哥能好好的 我就算一辈子 再威海卫 也莫什么打紧的 天高皇帝远 凭我的本事 想要治理好番的不是问题 我明白 我都明白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 朱玉内心很是自责 一想到 朱军几乎在两年前 那一场密谋中丧生 他就无比的后怕 心好啊 大哥 我明日就走了 这连政司的司长职位 我也不受了 朱军拿出了大印 你替我转交给父皇 未来几年内 我都会一门心思铺 再翻地上 朱玉拿着连政司的大印 莫说什么 他很清楚 这一切都是朱军为主导 明日大哥去送你 不用啊 你好好在宫中休养 朱军上前给了朱玉一个拥抱 大哥 谢谢你十年如一日的信任和护持 眼下给我保护你了 朱玉拍了拍他的背 我弟弟 真的长大了呢 望着朱军离开的背影 朱玉欣慰地笑了起来 他果真没有看错人 也没有疼错人 他这个弟弟 是值得托付和信任的人 你放心 今日你受的委屈和苦难 大哥统统会替你找回来的 那一天不会太远 老四啊老四 虽然我始终不愿意相信 是你 可一列列证据 都将矛头指向你 你这场计划里 最大的变数就是老六 在你眼里 老六从来就没长大过 可蝼蚁尚且投生 老六莫死 我也没死 你是不是特失望 朱玉攥着拳头 心中有无穷的怒火 可最终 这怒火都被他隐藏在内心深处 这件事 不能告诉父皇母后 他会用最妥当的方式 处理好这件事 此时 朱君交代完一切 内心也松了口气 只要大哥信任他 那么在他离开京城的这段时间内 必然会一直提防朱迪 朱玉的能力 朱君从不怀疑 他这个大哥 或许 没有自己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 但他的统筹能力 威望 都是老朱从小培养的 无论是怀西一脉 还是这东一脉 都是以他马首是瞻 可以说 宝皇党就是东宫党 满朝文武 七八成都市太子党 就算朱玉不在了 只要朱英雄还在 这大权就不可能旁落 唯一要当心的 就是那些狼子野心的弟兄 另一个世界 平行时空大明的惨案 不会发生在大业 他朱君 绝不允许 他的大哥 十字 还有自己一家人 都要好好活着 推荐本书 第683章 邓士级了 转载请著名来源 朱君离开前一夜 特地找了李延熙他们几个 因为李延熙 还要管理文学报 走不开身 所以留在中都 而李善人 作为奋进堂的山长 也不好离开 也留了下来 其他人 都跟着朱君一同就翻 得知朱君要走 汤鼎 也连夜 从老家赶了回来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也好 对你来说 是一件好事 汤鼎端起酒杯 跟朱君碰了碰 有些郁闷的道 去了翻地之后 就踏踏实实地管理翻地 威海卫虽然小 但是住兵不少 就是人少了点 不足二十万人 就拿其他藩王的 翻地来做比较 人口都超过四十万 朱弟的元大都人口 更是在六七十万左右 可能仅次于应天河中都了 人多的翻地 赋税自然高 赋税一高 能养的人就更多 你放心 去了威海卫后 我就把秀林取进门 朱君道 汤鼎点点头 朱君的卫人 他倒是放心 他的本事 倒也不至于被人欺负 能照顾好自己两个女儿 你此去威海卫 那兵力 大哥把兵全害我了 朱君道 汤鼎这才松了口气 信国公带人接手了辽东 就用不上我的人了 朱君解释道 汤鼎想了想 说道 我家老三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那中军都度辐射人 没什么意思 你要是瞧得上 不妨把他一起带上 朱君很是意外地看着他 勾住汤鼎的肩头 老汤那 你可要想好了 老丈人帮女婿 不是很正常 汤鼎道 而且 辽东还有突歼铁末 和不沿铁末两个人莫消灭 未来还有大战 威海卫虽然远 却很重要 东可抗击窝岛国 西境可冲击长安 白日战起 你以为你能置身于世外 而且 你的水师已经斩鹿头角 未来水战 也逃不了的 威海卫虽然穷 却是个极为重要的战略点 所以汤鼎也没多说什么 在他看来 朱君选择这个位置 还是非常不错的 若是选择负数之地 那么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若是选择贫穷之地 又养不起这么多兵将 去辽东 又太远了 要是站起 连口汤都喝不到 威海卫不进也不远 不富也不算最穷 距离京城也远 但连通南北 非常的重要 而靠海吃海 就没有几个人不走海贸的 朱君又有沈家做依靠 不会愁银子用 所以说 这是极为高明的选择 朱君呵呵一笑 不如 把大舅子 二舅子 统统叫过来 汤顶不住地摇头 那不行 让老三去就行了 若全去 对你没好处 去一个人 既可以让朱君 明白自己的心意 也不至于受人口禀 于情于礼 都说得过去 要是把自己儿子 全都叫过去 那是什么 岂不是鸭宝 要不了两日 满世界都知道 他汤顶站队无王 你让皇帝和太子怎么想 那不是末世找事 见汤顶这胆小的样子 朱君不免摇头笑了起来 算了 不来就不来吧 等喝完了就 把汤顶送走后 夜夜以身 正打算回房休息 却发现邓氏 端着醒酒汤走过来 二嫂 这么晚了还不睡 邓氏心里急呀 那里睡得住 六弟 我明月陪你一起去威海卫 不行 你跟二哥留在中都 跟我去威海卫像什么样子 朱君摸清楚了邓氏的底细后 也不愿意跟他纠缠 虽说现在邓氏 和观音奴的关系 缓解了很多 但对邓氏 亦或者是邓家 他都没太多的好感 此前不过是为了捉弄他 顺便摸一摸他的底细罢了 不行的 你若是留我在凤阳 他 他会杀了我的 邓氏 走到朱君更前 红着眼睛道 你也知道他的想法 得知你要就翻 不带他走 便威胁我说 若是不能说服你 就折磨我 说着 他放下醒酒汤 撩起袖子 你看 这手上的痕迹 就是他捏出来的 房间里烛光很亮 一眼便看清了邓氏手上的淤青 朱君皱起眉头 朱山若 是继续在自己手下 也不妥 看老朱的意思 若不是国库空虚 他早就让朱山去就翻了 之所以 让朱山在自己手下 一是磨砺他的性子 二是拖延时间 现在 老朱气消了 朱山付出是迟早的事情 就让他付出 这家伙也是不安分的住 要说他莫别的想法 鬼都不行 六弟 我求你了 邓氏情绪激动 一把抱住了朱君 朱君吓了一跳 急忙去推他 可邓氏抱得很紧 一时半会 居然没推开 他无奈地道 二嫂 咱们这样被外人瞧见 会误会的 邓氏红着眼睛道 这里是吴王府 都是自己人 有什么好怕的 再说了 我跟他和离了 你怕什么 你是不是嫌弃我 朱君都抹了 他用力地掰开邓氏的手 道 你先别急 让我好好想想 越是着急 越容易出乱子 好 那你想 我不吵你 邓氏急忙道 朱君叹了口气 随即坐下 邓氏一咬牙 蹲在了朱君跟前 你做什么 邓氏莫说话 他脚抱了过来 然后轻轻地捶腿 你想你的 别管我 二嫂 这不好 别叫我二嫂 我不是你二嫂 我早都跟朱山没关系了 你叫我二嫂 我恶心 邓氏纠正道 以后你就叫我御连好了 朱君前刻一声 不妥 我 我还是叫你二姐如何 可以 只要不叫我二嫂 叫什么都行 邓氏今日是被吓住了 朱山暴怒 扬言要整垮邓家 整死自己 不仅如此 他还说 要对上比 朱君本来就没什么思绪 再加上喝了酒 邓氏又蹲在跟前 一痛倒过 他心都乱了 二嫂 你告诉我 你是希望他跟我走 还是不希望他跟我走 自然不希望的 可如果他不跟你走 就说明 他极有可能就翻 日后就翻 我就要跟他一起走了 若离开你 我必然生不如死 所以 我还是希望你戴上他 这样 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跟着你 伺候你 推荐本书 第684章 接着忽悠 转载请著名来源 你千万别觉得 我是虚情假意 自打我进入吴王府 我就想好了 对你绝对是真心真意的 珠珊这个人 猪狗都不如 我怎么可能跟他一条道走黑 六爷 算二姐求你了 一定要带上我 就算你不在意我 也要为上柄考虑考虑 那孩子虽然不是你的亲儿子 却也是你亲侄子 他最是崇拜你了 难道你希望 他被那个禽兽一般的父亲 给伤害了 邓氏说着说着 眼泪又流了下来 上半身几乎压在 朱军的腿上 哀求道 六爷 你行行好 带我一起走吧 我给您当牛做马 不好 这样真的不好 虽然你的 却跟老二和离了 但是这和离并没有管告知 在天下人眼里 你还是老二的妻子 我这个做弟弟的 要是对你做出 禽兽不如的事情 那和禽兽有什么区别 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邓氏道 是 我知道 这是你心甘情愿 可我不情愿 朱军探生道 草活一丘 图的是一个坚挺 人活一世 图的是念头通达 你在我府上待了这么久 我又岂能不知道 你的改变核心意 就算是看再上柄的面子上 我也不会放人不管 那这么说 你愿意带我走 邓氏满脸喜色 朱军难办了 他现在情况并不好 若是带走珠珊 老朱会怎么想 难道真的让珠珊当仓馆 不可能的 大业天命在首 等辽东彻底稳固之后 老朱必然会出手 这之前 珠珊必然复出 思来想去 也只能先把珠珊匡骗走 到时候让他去镇守辽东 至于邓氏 他又没真的跟他有什么关系 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想到这 他点点头 明日同我一起走 太好了 邓氏喜极而泣 六爷 您带奴家实在是太好了 他趴在朱军的腿上 阴阴哭了起来 别哭啊 你这一哭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对你怎么了呢 朱军无语至极 而下一刻 他觉察到了邓氏的意样 下一秒 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二姐你 邓氏眼眶泪水尚在 自下网上看着朱军 六爷 奴家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就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今夜您喝了酒 奴家就好好替你敲敲腿 敲敲背 明儿的醒来 您就什么都记不得了 就当奴家对您的谢礼 您万不要拒绝 可是 您喝醉了 什么都没有做 奴家也只不过是端了醒酒汤过来 您喝了醒酒汤 奴婢便走了 今夜奴家什么都莫做 您也什么都莫说 您若是当奴家是二姐 就不要拒绝 朱军有些莫反应过来 可等他回过神来后 也有些无奈 你这是何必呢 奴家知道 六爷是体面人 奴家一介女流 什么都不懂 无权无势的 原本还有个男人可以依靠 可现在那个男人靠不住了 只能靠六爷了 我们这孤儿寡母的 以后就全凭六爷做主了 朱军闭上了眼睛 细细地思索住该 如何处理朱山 朱山现在为了付出 内心都扭曲了 可以说 他已经豁出去了 把自己的底牌 统统都打了出来 整个人 已经到了癫狂的程度 这种人很辣 为达目的 无所不用 而在他眼里 自己跟邓氏有没有关系 已经不重要了 等他日后有了权利 必然会报复自己 若是有一天 自己失了事 他必然会猛烈地报复自己 甚至是将自己杀死 朱军这个亲兄弟尚且如此 更何况同父异母之兄 所以 朱山必须死 怎么死是个问题 不能暴毙 也不能受伤 唯一合理让他死去的办法就是 生病 可现在这个关头 让朱山病死在自己藩地 那更不妥 所以 朱山不能死在自己的藩地 他可以死在京城 还是折中一下 让他半死不活吧 大病之后 必将大亏身体 若他体虚 父皇还会让他戍边吗 想到这里 朱军有了打算 把朱山留在凤阳 到时候 自然有人收拾他 等朱山一走 这秦王的位置 自然由朱上秉来继承 如此 也对得起他了 至于邓氏 一辈子都只能顶着秦王妃的名头 再俯内过日子 改嫁是不可能改嫁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改嫁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 邓氏已经走了 朱军将一旁贪凉的醒酒汤喝了 然后慢悠悠地离开 今夜的事情 无人知晓 而第二天一早 朱山得了消息后 也是欣喜若狂 急匆匆地找到了朱军 老六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二哥 情况有变 朱军把朱山拉到一边 怎么了 朱山皱起眉头 原本 我是打算带你一起 就翻的 但是我想了又想 觉得不妥当 为何不妥当 你是不是又要丢下我 一个人去就翻 朱山激动得不行 打硬仓 你不带我 打同家 嚼海匪 你也不带我 我看 别把我这个哥哥放在眼里 文言 朱军心想 你既然都知道了 那还说什么 当然 这话他可不能当住朱山的面说 否则 这家伙肯定的疯 这两件事 我早就解释了 我也是听从命令 朱军无奈地摊手 这次我的情况你也明白 我是被迫就翻 其实压根就不愿意离开京城 你是不是又跟老大 弄了什么计划 朱山眼前一亮 是继续攻打辽东 还是突击张州 我听说 你在宁波府开海 你是不是打算 从宁波府出兵 攻击陈汉 是也不是 老六 你可千万别给我打马虎眼 要是这一次 你再把我撇下 那咱们兄弟之间的情意就到头了 朱山气啊 自己的婆娘都被欺负了 却半点好处都没有搂到手 虽然朱军说这是大哥的命令 可他总觉得 这小子莫憋好屁 欺负了自己嫂子 还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能是什么好人 推荐本书 第685章 忽悠瘸 转载请著名来源 真不是 朱军对天发誓道 我这一次 如果跟大哥还有什么密谋 瞒着你 叫我朱军天打雷劈 见朱军一脸正色 朱山反而失望了 当真没有 真的 二哥 你听我跟你解释 朱军拉着朱山的手道 我这次就翻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回来了 你想想 这只侠府的工程 可都是我在管 其他人能有我懂吗 我为什么在这个关头离开 你知道为什么吗 朱山眯着眼睛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我哪里知道 哎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朱军道 宁波府开海 这多大的事情啊 多少人 眼红你知道吗 国内有头有脸 有名有姓的人 要磨进攻 要磨地奏折进攻 为的就是 能够在海帽上分一杯羹 而父皇让我全权管理海帽的相关事宜 看起来好处全在我一人手上 可实际上 我半点好处都没捞着 反而当了挡箭牌 你真以为开海帽是我识多的 不是 是朝廷没银子了 海帽多赚银子啊 下一次海 就是几十万两银子的收入 一年多下基刺海 国库收入翻倍 为什么要开海呢 自然是多搂银子 搂银子做什么 你知道吗 朱军特地吊着他的胃口 自然是发展名声 你只说对了一般 发展名声要银子 可备战更需要银子 朱军道 朱山眼前一亮 你是说 这一切都是为了备战做准备 开海是父皇跟大哥的意思 而你只不过是挡箭牌 你之所以离开 实际上 是为了避风头 到时候 父皇和大哥把责任贴给你 他们又找不到你人 自然无处使劲了 朱军没说话 只是笑着点头 好小子 难怪我找你要一个名额 你都不肯给我 看来这背后 还真是父皇和大哥的意思 朱山在脑海中将 朱军所说的仔细推敲了一遍 逻辑通顺 这么一想的话 就能明白 为何朱军急流勇退 突然要就翻了 要知道 父皇可是特许朱军留在京城的 他没必要离开 现在他全都明白了 不过话虽如此 可我留在京城做甚 二哥 你胡逃 朱军道 父皇要银子 要备战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机会来了 他手下那些将军在好 能有自己儿子亲吗 再说了 你能文能武 又有带兵打仗的经验 留在京城 自然是为了更好让父皇注意到 到时候 父皇一到圣旨 你就恢复原职了 真的 朱山喜上眉梢 还真别说 朱军说的还真有道理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道奏折 就是推荐你赴命的 你想 你若是跟我去了威海卫 这一来一回 就是二千余里地 赶路都要赶一个月 多浪费时间 我这一道奏折上去 虽然不能让你马上复出 但是父皇必然会认真思考这件事 你也知道的 我说话 父皇一想 比教育一听 而今秋围之后 便是电视 等电视结果出来后 说不定就要开始备战了 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你留在京城 随时等候圣旨 不比我离开墙 说住 朱军拿出了那一道奏折 递给了朱山 二哥 你过过目 朱山接过奏折 现朱军在奏折里 把自己夸得天花乱坠的 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 然后抱着朱军 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背 内心不由地生出 一股感激之情 泄了老六 不过 二哥从来都没想过付出 将朱山假惺惺的样子 朱军都无语了 不过这家伙总算是姓王 咱们是亲兄弟 我不帮你 谁帮你呢 难道我还能让你荒废了自己 那对大业来说 岂不是重大的损失 朱军道 朱山此时彻底信了 自己等了这么久 付出了这么多 总算等到了这一天 好 那我留在京城 不过你二嫂跟侄子 跟你一块走 做戏做全套 这不妥吧 你听我都准没错 若是我付出了 到时候再把他们娘俩接回来 朱山道 朱军皱起眉头 那好吧 不过二哥 你在京城一定要低调一些 就安安心心地待在仓库里 我省得 朱山也很清楚 自己只差一步了 为什么父皇同意让自己来这边 目的还是为了压制自己 磨砺自己的性子 就是要让父皇看到改变 如此 才不会继续压制自己 那好 就这么说定了 朱军拍了拍朱山的肩膀 到时候 咱们兄弟再把酒言欢 朱山点点头 看着朱军离开的背影 他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到时候 就给你留个全尸 免得你觉得 我这个当哥哥的心狠 这时候 邓氏拉着朱上炳走出来 看着朱军 他没有丝毫的一样 二嫂 朱军也是停住脚 拱了拱手 邓氏点点头 看了看不远处的朱山 眼中透着厌恶 随即对朱军道 六弟 东西我们都收拾好了 去了威海卫 还要劳烦你继续关照了 二嫂 瞧你说的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朱上炳倒是没有离开凤阳的难过 反而满是喜色 六叔 听说威海卫靠海 在那边可以看海 可以在沙滩上打滚是不是 我娘说了 还可以在海里游泳 钓鱼 到时候 你带我去行不行 朱军将朱上炳抱起来 好 不过这之前 你先去跟你爹道别一下 朱上炳看了一眼朱山 撇了撇嘴 不用了 我爹现在一点也不喜欢我 离开他正好 免得他骂我娘 欺负我娘 朱军看了一眼邓氏 邓氏连忙摇头 示意自己 莫这么教朱上炳 六叔 从现在开始 我最喜欢的人 就是你了 朱上炳抱着朱军的脖子道 朱军苦笑起来 身后的朱山脸色阴逸 这一刻 他真觉得 朱军三人才是一家子 自己好像个外人 这儿子 怕也是不能要了 胳膊肘向外拐的东西 好在他也不差这一个儿子 朱山轻哼一声 眼不见未尽 转身便走 推荐本书 第686章 为殿下走狗 三生之幸 转载请著名来源 不一会儿 寻步三走了出来 殿下 该打包的东西都打包好了 改送的东西 昨夜都已经出发了 按照您的吩咐 除了必需品 咱们从轻处罚 先前队 已经去威海卫那边探路了 王妃等人 也已经准备妥当 可以出发了 朱军点点头 回头看了一眼 徐妙景等人 又看了一眼 前来相送的方克清等人 韩国公 岳父大人 老方 就此别过 来日再见 方克清选礼道 山高水远 来日相逢 奋进堂有我 殿下悟念 李善人道 李延熙也莫什么好说的 只是看了一眼闺女 这一次 妻子也跟着一起去照顾 而她则是留在凤阳 现在朱军等人一走 她没有什么好顾虑的 可以大刀阔斧地 宣扬朱军的思想了 朱军虽然走了 但是她还留在这里 方笑直和谢静站了出来 二人一口同声地道 殿下 我们想继续追随您 请殿下收留 虽然现在还没有放榜 但是朱军已经暗示了他们 以他们的聪慧 自然不会明白 可他们没有丝毫留恋 足见他们的忠心 不许 朱军摇头拒绝 方笑直跪在地上 若无殿下 就没有今日的方笑直 说不定两年前 方笑直就死在了 流放的路途之中 师们气我 无人管我 是殿下替方笑直身张正义 是殿下 教方笑直做人的道理 做事的方法 人生在世 头顶天 脚踏地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我而言 科举也好 卫观也罢 都不过如此 能追随殿下 才是我方笑 直内心最坦荡的正道 谢静也跪在了地上 殿下教我做人 做事 让谢静大开眼界 谢静年纪轻轻 却看到了寻常人 十辈子都看不见的精彩 谢静不求未官 只求能够追随殿下 请殿下同意 朱军犯难了 老方 你不管管 管他作甚 方可卿道 而大不由爹 就算我今日把他绑走 明日他 也能自己离开 只要他选择自己 觉得正确的事情 那便够了 我被人 所求不过内心正道 我也觉得 我而做得对 若不是害怕辜负殿下的期望 方可卿也想一同跟着殿下 前往威海位 朱军瞪大了眼睛 指着方可卿道 你你你 老方 你儿跟着 我能有屁的前途 人生在世 又不是只有做官才有前途 若是不高兴 那和一条咸鱼有何区别 方可卿道 朱军一咬牙 看着徐妙景 妙景 你表弟你不管管 徐妙景叹了口气 谢静什么脾气 你能不知道 你都管不到 我这个表姐岂能管到 朱军咬牙道 那我写信给老谢 不劳殿下了 谢静前些日子 已经写信给父亲 前两日收到了父亲的回信 请殿下过目 谢静从袖子 李江信拿出来 双手承上 朱军拿过信一看 江信江仪 这不会是你自己写的吧 若此信是我自己写 叫我不得好死 谢静认真的道 朱军都无语了 你是不是傻 你知不知道 自己会错过了什么 谢静笑诸道 就算谢静连终两缘 乃也不过是个会员 状元 如汉林当的清贵官已 那清贵官若是两年前 谢静自然是千喜万喜的 可现在 对我而言 能追随殿下的脚步 才是谢静的追求 汉林虽然 不如吴王府一走狗 请殿下收留我等 二人再次跪下 齐齐磕头 看到这一幕 周围人都笑了 唯有朱军满脸的无奈 方孝直 谢静 都是人才 都是在他眼皮子底下 成长起来的人才 送入朝廷 假以时日 必将成为中流砥柱 而此番 他们居然放弃了大好的前程 方孝直就不说了 谢静那也是状元之才 没了之前的傲气 现在低得下腰 做得了事 未来必然不可限量 你们跟着我一个藩王 有什么出现 朱军气急败坏地道 请殿下收留 二人再次道 朱军烦得不行 看了一眼左右 这一大帮人都看着呢 内心说不敢动是假的 本王可把丑话说前头了 要是日后觉得 跟着本王没前途 莫出息 再想离开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为殿下走狗 方孝直 心甘情愿 为殿下笑令 谢静 求之不得 两个年轻人 眼中满是狂热和忠诚 他们太清楚朱军的未人 也太清楚朱军的能力和胸怀了 能追随这样的人物 是他们的幸运 日后 未尝不能名流轻使 朱军叹了口气 行了 既然你们要一条道走黑 那本王就不拦着了 他也没有继续矫情 原本将要离京 心情还挺差的 这会儿 他心情也好了很多 别跪着了 都起来 二人大喜 谢殿下 启程 朱军进到马车内 随即吴王府众人在清晨 天色尚未大亮时 离开了凤阳 可让朱军没想到的是 这一路上 居然站满了百姓 朱军探出头去 看着道路两旁的百姓 呆呆地出神 人群中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道 吴王殿下 死去威海卫 路途千里 可千万要慢住点 有一人道 吴王殿下 感谢您 为凤阳做的一切 草民给您磕头了 陆陆续续 有人跪了下来 紧跟着 就看到了众人跪了一片 朱军急忙跳下车 车队也停了下来 所有人都看着眼前的荧幕 觉得格外的震撼 父老乡亲们 别呀 都快起来 朱军想要将他们搀扶起来 可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根本搀不过来 他索性也跪在了地上 诸位乡亲们 我朱军何德何能呢 自打凤阳 来了殿下 凤阳就成了世人眼里 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没有殿下 我等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是殿下 给予了我等薪生 永远都记得您 众人齐齐吼道 那声音不知道传出去多远 朱军只知道 自己眼眶湿热 嗓子里犹如塞了棉花 跪在那里 内心暖哄哄的 那颗冰凉的心 被凤阳的乡亲们 雾热 推荐本书 第687章 威海王 转载请著名来源 朱军自觉 自己只是做了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而这力所能及的事情 也是他身为亲王的职责所在 可在百姓眼里 却像是女娲补天一般的功绩 自己的随手未知 对这些平头百姓而言 却是改变他们命运的时刻 朱军有所明悟 不过 自己终究只是一个亲王 只能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情 想要以一己之力 改变这个世道 太难太难 而这一幕 也被众人看在眼中 当宋连得知这件事后 久久没有说话 未观多年 他见识不浅 可唯独没有看过这样的场景 上一次这场景 还是在应天 还是十数万百姓 自发地在吴王府门口感谢朱军 也许 你很贤明 有才能 是个好亲王 但你真的不是河流在京城 我也知你心胸宽广 远胜常人 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贤王 可你若是就发 我倒还真的愿意成就你的贤明 可你若是留在京城 我宋连就算是拼上老命 也要与你作对 宋连叹息着 这声叹息中 有放松 也有一丝丝自嘲 而消息同样传进来皇宫 朱远璋正在用早膳 得知凤阳百姓一大早 就在街头自发相送 也是有些出神 随即便心不在焉的道 这混账东西 这么早就走 也不说进攻来辞行 压根就没 把咱放在眼里 他语气愤愤不平 可内心更多的是惆怅 朱君把身上所有的职责都谢了 一身轻松地前往危海味 这新体系 目前仍在实行之中 大业境内 挣钱的热火朝天的 他有心想要多问问朱君 可根本拉不下面子 咱就不信 没有他朱老六 咱还能吃带毛朱不成 朱远璋心里这么想 朱君不来辞别 他也不会有任何的赏赐和表示 就在这时 一个小太监匆匆进来 陛下 吴王殿下托人送了两样东西进攻 朱远璋脸上一洗 不过很快就隐没下去 他拿起旁边的手帕 擦了擦嘴 什么东西 小太监跪在下方 将两样东西置于头顶 是一把剑和一份奏折 剑和奏折 朱远璋眉头一皱 因为相隔甚远 看不真切 他急忙到 将东西呈上来 王狗急忙下去 当看到小太监手里的宝剑 他暗暗心惊 这朱疯子气性好大 这是真的要跟陛下赌气到底 不过 这对我来说是好事 坐吧 往死里坐 把陛下气得越狠 他就越难过 随即 他将两样东西盛了上去 当朱远璋看着 王狗手里的两样东西 他便再也绷不住 当下大骂了起来 好好好 这是要跟咱分的一清二楚了 他将七星剑拿在了手里 这本是他最喜爱的剑 也是朱军立功自己赏赐的 拿着这七星剑 朱军下了江南 连斩数个贪官鱼利 揪出许多米虫 那刚直的杏子 简直像急了他 可他怎么也莫想到 朱军居然把东西送进宫了 他将七星剑放下 心中有些冒火 可这骨子火雀怎么也发不出来 是 是他办的 心 也是他伤的 朱玉 马皇后也早就提醒他了 是他自己一意孤行要如此 现在却将所有的火器 都撒向朱军 他算是看明白了 朱军这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 他没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除了天生 自带的吴王身份 他什么都不要 那两个护卫团 是他自己养的 水师也是他自己养的 自己又替他做了多少 所有皇子里 朱军其实是最吃亏的 可他从来没喊过 想到这里 他心里那骨子火拳都没了 他不由得将目光 看向了一旁的折子 拿过来翻开一看 居然是朱军自己上表 要求将自己吴王的番号 改成威海王 朱远璋满眼复杂 这是连王后都不愿意要了 朱军在奏折中道 此前破硬仓 父皇还没有赏赐儿臣 那这一次 儿臣就自作主张 改号威海王 就当父皇对儿臣的奖励了 那七星剑乃王全剑 儿臣受不起 请父皇收回 到了威海后 儿臣定然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一门心思在番地内老实读书 路途遥远 妙景临盆在即 时间紧迫 儿臣就不进宫辞别了 望父皇身体安康 误念 朱远璋如耿在喉 想起这两年的种种 他突然有些后悔了 想下令让人把朱军追回来 可李芝又告诉他 朱军离开凤阳是对的 可谓海外的 却不是个好地方 所有弟兄里 为他的番地最差 行 那就如你所愿 朱远璋哼了一声 告诉杨仙 撤了老六的吴王号 赤锋威海王 如吴赵剑 不得随意进京 不得随意离开番地 按理说 番王就番 是肯定要设立王国百官的 朱军此去 堪称简陋 什么赏赐都没有 文向武父 统统没有 很快 朱远璋的话就传到了杨仙的耳中 包括朱军清晨离京 送还七星剑等等 这几日 事情发生太快 以至于让他都没有反应过来 可现在 他反应过来了 诚意凶果真神奇妙算也 眼下吴王 不对 威海王饿了陛下 便再也嚣张 不起来了 等日后 我寻到机会 绝对能够报复回来 胡国庸啊 胡国庸 现在威海王就算莫失宠 也差不多了 你现在可是吴王党第一头目 接下来 就该到你了 杨仙心中冷笑 不除了胡国庸 他始终寝难安 要是胡国庸真的成功 那么他就再也无言 做这个宰相了 很快 他将朱军改翻王号的诏书 发了下去 众人齐齐震惊 朱玉在收到消息后 其实拖着病 体经到了奉天殿 父皇 你做得太过了 老六到底做了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情 要让您如此对他 兄弟二人交心之后 朱玉是彻彻底底明白了 朱军的全盘计划 此番朱远章将 事情做得如此绝 是彻彻底底 将朱玉给惹毛了 咱怎么做 还轮不到你多嘴 朱远章冷声道 再说了 谁允许你出东宫的 咱同意了吗 推荐本书 第688章 我时再不知该如何疼他了 转载请著名来源 朱玉还在禁足之中 上一次因为朱军的事情 跟老朱吵嘴之后 老朱一气之下 就进了他的足 若是以前 朱玉自然是能反抗 可现在他成了个半匪人 行动不便 再加上刚做完手术 整个人虚弱至极 便是想反抗 也有心无力 但是这一次 朱远章嘀咕了朱玉的怒火 父皇撤了老六的吴王 那把尔臣的太子也撤了 这太子尔臣也不做了 朱远章猛地起身 怒视着朱玉 混账 你说什么 尔臣说 这太子不做了 请父皇另选先呢 朱玉与之对视 目光坚定 这天下是父皇的 尔臣的却做不了主 但是尔臣自己的 命运总可以自己选择吧 逆子 你要气死咱 朱远章气得浑身发抖 天下会需要一个 不能动弹的太子 若是以后地方出现了问题 尔臣怕是连人都挑不动 不是尔臣妄自菲薄 是尔臣真的守不住这天下 防备不了有心之臣 所以 这太子尔 尔不做了 尔臣也不愿意当王国之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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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孽子 朱远章抽出腰带 做事不要打下去 可看到 朱玉这虚弱的样子 手悬在半空中 迟迟落不下去 父皇 尔臣以为 父皇是圣明之君 是心胸广阔之君 可今日父皇所做之事 实在是让尔臣不解 尔臣是儿子 难道老六就不是您的儿子了 朱玉苦笑道 您非要别人将心剖出来 您才相信 他的心是红的不是黑的 朱远章呼吸急促 双目赤红 张住嘴却说不出话来 好一会儿 他才说道 咱为了谁 咱这么做一切 不都为了你 你这孽障 咱为你做了这一切 你居然还埋怨起咱来了 朱玉道 尔臣废了 是个废人了 子嗣三人 香火虽得以延续 却不算旺盛 能活几年 谁也说不清楚 若我不在了 皇爷爷 是不是还打算 将弟兄们统统削翻 将不低头的大臣杀个遍 到时候亲人相残 将大爷大好的底蕴 统统葬送了吗 蒙园尚未彻底消灭 草原还有余敌 陈汉张周尚在 父皇难道就不考虑以后吗 若是花个几年 十数年打下天下 可偌大的天下 不仅仅是守城之君 就能镇得住的 你选一个 无为妄的矛头小子 如何服众 难道就为了 我这一家一户 便要杀得血流飘零 若如此 而臣愿意让了 若父皇觉得 而沉默资格 那而臣 今日将信 命归玄父皇 逆子 逆子 你这个逆子 朱远章暴跳如雷 将手中的腰带丢得老远 谁说你好不了的 咱说你能好 你就能好 咱要召集天下名医 总能治好你 这天下是你的 是咱大孙的 谁敢染指 咱就杀谁 自然想杀谁就杀谁 随便周一个理由就行了 但是人心这东西 谁也摸不准 而臣还是那句话 老六 比我更适合 比其他人更适合 他有有胸襟 有魄力 有瓷心 有威望 能服人 能练兵 能征战 对敌人贪官余力 有霹雳手段 对百姓和颜月色 将他们当成了手足弟兄 他是天生的的王者 他若上来 能将一切人安排妥当 就算父皇不愿意听 而臣也要说 父皇恰恰就是知道 老六能行 才怕了 拒了 才会想尽一切办法 将他赶走 可父皇敢得走天下人吗 赌得住天下悠悠众口吗 世人谁不知道 我六弟功劳之高 得性之好 古圣贤则贤而让 而臣让弟弟有何不可 父皇可以将我禁足 也可以下旨善让给我 但是 我一定会第一时 坚缠让给六弟 朱远章被气得莫办法 只等大眼瞪小眼 满心的苦涩 最后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男人 居然红了眼睛 在他的心里 自己辛辛苦苦打天下 就是为了朱玉 咱这么拼命为了谁 不就是为了你 咱用什么 你用什么 咱手把手教你 为了什么 就算你今日说 你想当皇帝 咱明日就退位让 你当皇帝 你说这是未慎 咱辛辛苦苦 处心积虑的 就是为了让你来弃咱 说这等大逆不道之言 朱远章建议的不行 语气也放软了 儿臣很感激父皇的看重 所以 这二三十年来 一直小心翼翼 不敢有任何的携带 儿臣累了 特别是现在 儿臣知道 自己担不起这重任后 铺天盖地的压力 压得儿臣几乎透不过气来 儿臣只要一想到 自己日后要拖着残废的身体 让下人抬着自己上朝 去面对文武百官 就一阵阵地害怕 儿臣只要一想到 外人说 大叶的皇帝 是个不能动弹的废物 就夜不能寐 新大叶 灭大敌的重担子 压在儿臣的身上 那几乎将儿臣压垮 此前老六还在 有人替儿臣分担 儿臣尚能安心休养 可现在 老六被赶跑了 父皇 您根本不知道 老六都在背后 默默替儿臣做了多少 他本就是闲散的性子 为了我做了许多 不喜欢的事情 他不声不响间 帮助大叶整理了内政 拿到了天命 歼灭了大敌 最后又得到了什么 说实话 儿臣后悔了 后悔让他监口 后悔让他出海剿匪 若如此 是不是就不会被群起而攻 是不是就不会被你忌惮了 他一门心思想的 都是为了我 为了大叶 逼着自己 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为了什么 难道就为了 让自己的父亲怀疑吗 若我是老六 我该何等的心寒 对这个弟弟 我实在是不知道 该如何疼他 爱他了 纵是将皇位让之 我亦是心甘情愿 因为我相信他 能将一切都安排好 我们都是乱世人 这天下太乱了 需要一个人 带领我们走出困境 让天下一统 让百姓安居乐业 四海生平 让大叶万邦来赫 四海臣服 可父皇啊 您今日将老六 彻底伤透了 也将尔臣最得力的弟弟 给赶跑了 您让我如何去面对 接下来的挑战呢 推荐本书 第六百八十九章 处心积虑的朱远章 转载请著名来源 朱远章被问得 说不出话来 好一会儿 才道 有咱 有满朝的文武 你怕什么 没了老六 难道天就他了 只要咱还在一天 就默认赶胡来 咱这身子骨 再活个十几年不成问题 到时候 你把天下交给咱大孙 一带带传下去 自然不会发生你说的问题 咱承认 对老六咱的确解了一些 但咱也是没办法 把他赶走 也是为了保护他 咱从来没否认过他的功劳 也没否认过他的做法 等日后 寻到机会 咱自然会安排妥当 这位海王 也是他自己提的要求 你自己看看 朱远章将朱军的折子递了过去 朱远章看完之后 也不由苦笑了起来 他这是心里有气 才这么说 咱知道 但是这么做 也无可厚非 朱远章无奈道 他去了威海卫也好 可以低调一些时日 人谁也挑不出次来 咱总不能一直把他留在身边 到时候 其他人有样学样 那这边关谁来守着 咱还活着 你还活着 又不是没有子嗣 传给老六 知道的是凶让帝 不知道的 便是帝夺凶位 咱老朱家 日后就永无宁日了 到时候其他人闹起来 可不要血流成河 咱可以保证 比你想象中来得更快 文言 朱玉叹了口气 他知道 这一切都不是时机 等时机到了 一切问题 不将迎刃而解 见朱玉不吭声 朱远章继续道 所以 这样的话 你日后就不用说了 子成父业 孙成爷爷 此乃正道 老六是咱的儿子 咱虽然也疼他 但一是一 二是二 历史上多少人乱了主次 最后结果如何 兄弟相残 死伤无数 多少人因此落下了个骂名 原本英明的皇帝 多了一辈子都洗不清的余点 成王拜扣 历史书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可正如你说的 书可以改 可人心如何改 若是你无子嗣 身体又如此 让位也无可厚非 历史上又不是没有胸让帝 还有从旁过继的 也不是没有 可咱又不是没有大孙 你让咱做这等选择 岂不是让天下人吃笑咱 你让咱怎么做 若应了你的要求 你是高兴了 快活了 日后天下人骂咱 咱高兴吗 若是日后 咱大孙怪咱 咱能说什么 所以 咱没办法呀 咱知道委屈老六了 日后 咱自然会 想办法弥补回来 朱玉摇头 说来说去 这一切都源于他废了 不能再繁衍子嗣 若能 他何尝不想为弟弟 撑起一片天 任由他在自己与意下 按照自己的意愿 快活地活着 献朱玉心不在焉 朱远张也愁 这更加坚定了 他快速征战的想法 只不过 想要同时 对两国动手 还需要筹备 这个筹备 起码要半年以上 陈汉和张周两国 也不是弱国 不同于蒙元日 沐西山 此二国正争争日上 就那张周来说 张诚虽然日渐奢靡 但对百姓还是极好的 就拿这东来说 当初张诚好无王 虽然张诚被赶跑了 但是这东百姓 有不少人都念他的好 这也是为什么 张诚旧部 能够长时间 扎根大叶海边的缘故 他也是用了好几年的时间 才逐渐消除 张诚留下来的影响力 张诚是一个 值得尊敬的对手 此人看似奢靡 实则是个极为有主线 有能力的人 陈汉的大当家 自不必提 性子虽然狡诈 但是这种人 往往才能笑到最后 而陈汉占据岭南 又攻下了安南等国 国力大长 也是个劲敌 一条二 不容易 更别说 辽东还有能源残部 草原还有大大小小的部落 也多亏了这些年 草原没有大灾害 要是碰上了灾年 牛羊马死一片 他们必然要南下掠劫的 所以 他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当然 他也不是没有优势 首先 大叶占据天命和大义 主动权在自己手上 其次 大叶有定顶 这定顶已经经历过了战场考验 是杀伐利器 若是装备上 必然能够功无不克 这是其他人不曾拥有的 想到这里 朱远章心中也是暗暗叹息 这两个优势 都是朱军带来的 不过事已至此 他也不会后悔 既然劝说不了朱玉 那就按照自己的想法 步步推进 行了 你也被处着了 朱远章道 回去吧 朱玉看了老朱一眼 父皇 我知道 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随你 你要是不愿意 我就直接床位给大孙 到时候 你做太上皇 我做太皇太祖 有咱辅佐大孙 咱倒要看看 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 敢跳出来捣乱 咱一并恩死算球 这一刻 朱远章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 对他来说 顺序很重要 可惜了 朱军就是顺序不够 就算是按照顺序来 也轮不到他 朱军的离开 让不少恨他的人拍手称快 却也让很多 喜欢他的人暗暗惋惜 可朱军却走得很顺畅 这得意于直辖府道路修建的缘故 所以 路程大概只需要半个月左右 如此一来 徐妙景也能少遭罪 这一路上 全当旅游观光了 陪着妻妾们 好不快活 从现在开始 他再也不用考虑那些家国大事 在封地内 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除了不能随便离开封地 但朱军古子里 其实是个宅属性的人 他更喜欢埋头做一些事情 比如 如何把威海卫 打造成辽东第一位 如何吸引更多的人 来威海卫做生意定居 给他时间 他绝对可以让威海卫 成为一个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大成 成为处理在辽东的掌上明珠 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头羊 和规矩缔造者 或许还能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成为电气时代的先驱 没了性命之忧 有钱有权 有势有女人 接下来的就是种田 搞科研 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弄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至于凤阳城中的权力更迭 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任何时候 都不如自己兜里揣着银子 手里拿着枪炮和炸弹 那才是自己最大的底气 推荐本书 第六百九十章 念头通达 这一路上 朱军心情还不错 只是时不时地想起自己的布局 想起自己还没有做完的事情 这人哪 果真是贱皮子 自己一心想要 做个痛快逍遥的藩王 可到头来还把自己绕进去了 不过 他很清楚 自己身边跟了这么一群人 自己若是躺平 他们的前程如何 李吉巴自不用说 自己许诺过他 让他亲自率军攻破长安 牛五六忠心耿耿 对他来说 能从狱卒变成正儿八经的官 就已经很高兴了 沈家人不用说 这两年多 一直默默地支持自己 哪怕掏空家底 就连菜冠 也努力地为自己招揽门客 东奔西走 方孝直 谢敬如此年轻 大好男儿 只悬缩在小小的威海卫中 就连李奇这个姐夫 现在也是改头换面 李延熙帮他 李善人不愿走 王宝宝三兄弟之事 和在战场上发光发热 难道要让他们在威海卫中 混吃等死 还有后加入的宋客 杨姬二人 一同跟自己离开的汤宗义 这些人将自己的人生 压在了自己的身上 最让朱军南已释怀的 是天下那千千万万的百姓 他们的淳朴 令人难以忘怀 他们的苦难 是这个时代赋予的 那种骨子里透出来的善良 一丁点的阳光 就能让他们灿烂 那些文人 把持着近身通道 那些吃人不涂骨头的熏贵起 涂将一切都吞下 最后留给百姓的 只有两条路 当牛或者做马 您当圣是狗 不当乱是人 去他娘的 朱军看着窗外 心中翻腾着 似乎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 他知道 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 难以彻底改变这个时代 可能影响一人 便影响一人 能影响一村 便影响一村 他这背懒 又没什么大致的 在这两年多的经历后 似乎发生了改变 朱军告诉自己 自己还年轻 就算是让自己 天天过着退休的生活 似乎也待不住 那就把退休的时间 往后推一推 三十岁后再退休 这些年 先把番的整好 能影响一地算一地 然后协助大哥 若是大哥撑不住 那就让大侄子上去 他要潜心修炼内功 等到他出世 必将一切不安定的因素 摁死在摇篮里 想通之后 朱军由那儿外地轻松 正如他自己所想 自己来到这个世界 或许是带着某种使命的 老天让他重活一世 他总要回馈一点什么 土木宝之变 窝寇猖獗 八大红顶商人卖国 扬州三日 家定三徒 留发不留头 奴才 这些 统统不会有了 众女明显能够感觉到 朱军的心情变好了很多 原本朱军虽然高兴 可总有一种 强颜欢笑的感觉 可现在 那令人压抑的感觉 一扫而空 徐妙锦小声道 想到什么高兴的事情了 想通了一些事情 朱军将耳朵贴在 他的肚子上 感受到肚子里的孩子 正在捣蛋 那种感觉 朱军很是享受 他默默地在心里 加了一条 守护自己的家人 需要有强大的实力 现在 还不是躺平的时候 想通就好 方才我跟姐妹们商量了 咱们家最好选在 离海境的地方 这样每天都能看到大海 心情都会变好 徐妙锦道 你们这想法很新奇 朱军笑着摇摇头 威海卫是抗击窝狗第一线 这时代的海边 可不是什么度假胜地 大家都想往城里走 因为城里有高墙大院 窝狗打不进来 不过朱军倒是不在乎这些 他有三个护卫团 那些窝狗来再多 都得交代在这里 而且 他们也不傻 席卷一下小村庄 小县城顶了天了 攻打一个藩王的藩地 给他们积个胆子试试 真要敢来 朱军就敢跨海去 灭了窝岛国 不过 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了 但这想法 他是早就有了 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你就说行不行吧 徐妙锦道 行 当然行 夫人们有令 我自然得遵从 朱军坐直身体 看着众女 一个个都是雍容华贵 看起来都如同行走的美景 自己有权有势 有钱有美女 有儿有女 有一群追随者 根本莫必要无病身影 钱就完了 他走上前 每个人亲了一口 弄得众女娇声连连 朱军砸了砸舌 香悠 听住车厢里的欢声笑语 外面众人也不由笑了起来 又十日后 众人来到了威海卫 这威海卫 社指挥通知 千市各一元 镇府二元 左千 两所千户十元 百户二十元 金操春树七百八十四名 秋树五百八十四名 捕窝军登周营一百二十六名 文灯营一百五十九名 守城军七十五名 重屯军二百二十四名 守敦军二十四名 守宝军一十四名 加起来 也就两千人不到的配置 这二千人用来抵御窝狗 是足够用了 这些人收到消息 一大早便来到城门口迎接 毕大人 怎么还没来啊 指挥千市逢春交集的张望着 身后一千人脚都占酸了 文灯城内 不少百姓也是翘首以盼 吴王的名号谁 莫听管 不过 大多数人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虽说成为藩王藩帝 他们的安全有了更大保障 可一地的税收 都由藩王说了算 都说吴王善敛财 若等他来了这边 岂不是天天加税 那老百姓 还有出头之日吗 所以 众人心中更多的是抗拒 毕英道 等着吧 什么时候吴王到了 什么时候 咱们再进城 要是失礼 日后咱们日子可不好过 朱军是谁 那可是陛下和娘娘 最宠爱的小儿子 是太子殿下最得力的右弟 莫说他得宠 就算是他不得宠 谁又敢对他失礼呢 他麾下王家兄弟 是吃素的 最重要的是 他麾下有三个护卫团 在所有藩王里 实力都算是强的了 就他们为索这点人 还不够瞧的 日后 这位海卫的大王旗 就变成吴王的了 他们的夹着尾巴做人 要不然 有他们好受的 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691章 抵达为海卫 来了 他们来了 冯春远远地 便看到一大队人马过来 急忙到 快快 奏乐 武士队 准备好 话落 原本安静的城门口 顿时变得热闹了起来 而此时马车内 终于指着不远处的文灯城 到了 终于到了 朱军也松了口气 这后面几日的路程 注尸难走 工程对目前的 绝大多数精力 都放在江南那边 对大业来说 江南才是重中之重 王北路虽然也在修建 但速度并不快 虽然他已经用最快的速度 修建水泥厂 可依旧功不应求 朱军虽然想将水泥厂寿 全给应天商会的成员 但就目前而言 水泥属于战略物资 不单单修路快 用来修建军事建筑 效果也很好 如果用来加固城墙 攻打起来会更难 倒不是不放心这些人 但把金银珠宝交给小孩 小孩子能守住吗 所以 天下一桶后 再把水泥厂寿全交出去 到时候遍地开花 可以更好地帮助地方 修建基础设施 朱军把水泥厂藏着掖着 倒也不是纯粹地想赚银子 对出厂的水泥 它基本都是维持成本即可 根本不赚钱 这种用于国家民生的东西 哪怕一包赚个一两文 日积月累下来 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收回思绪 看着矮小的文灯城墙 朱军第一个念头 居然是加固城墙 然后围着城墙 再修建更大的城墙 最适合生活的城市 众人赶了近二十天路 也是疲惫不堪 这会儿 也是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很快 车队临近 朱军携众女从车上下来 碧莹等人 看着天仙式的王妃们 眼珠子都瞪直了 他暗暗推了冯春一把 让他不要盯着看 旋即急忙上前 下官碧莹参见吴王殿下 王妃 冯春等人也是有样学样 急忙行礼 等众人行礼 自报家门后 朱军扫了众人一眼 又看向一旁的百姓 看着略微破败的县城 和不怎么平坦的路 一切都跟他想得差不多 纠正一下 我现在不是吴王 是危海王 以后不要叫错了 朱军道 众人都愣了愣 什么时候改的翻王号 可也没人敢问 朱军怎么说 他们怎么做就行了 是 吴王殿下 众人齐齐道 朱军笑了笑 本王出来乍道 对这里的一切都不甚熟悉 日后还需要你们 帮我一起管理危海位 这些都是下官该做的 碧莹道 殿下一路舟车劳顿 请殿下一步畏锁 这些日子 就请殿下再为锁将就一下 朱军点点头 带着众人入了城 闻灯县有七万人 七万人的县城 不算大也不算小 入城的时候 朱军询问了 碧莹危海位的总人数 总人数跟他想得差不多 也就二十万上下 少是少了点 但危海位潜力很大 只要自己管理得当 上五十万人口 应该不成问题 在为锁吃过饭后 朱军也没有留在这里 而是直接出了城 在徐庙景等人商定好 要在城外修建王府后 朱军就让人在城外择地 他这一次 不单单是把家搬了过来 单单是施工队 就来了两千多人 这些人 都是为他修建王府的 甚至修建王府 他都没有问朝廷要银子 这点银子 自己掏就行了 出来乍到 他也不要求多华丽 只是让工匠们 快速地打造一些 能够住人的小木屋就行了 而在他出发的前一天 就以惊吓发了命令 让人备了几十艘船的物资 从苏州渡 海鲜一步送到了这边 而现行的施工队 也是乘船而来 只不过一开始 他们还没有选好地方 这些日子 都是在做前期的材料准备 收到朱军消息后 便马不停踢地开工了 所以当朱军赶到城外后 这里已经修建了 一个老大的轮廓 工地前的热火朝天 而不远处 还有临时搭建的木屋 最好的木屋 是临时搭建的医院 所有大医都过来了 随时待命 朱军也将研究所的人 全都迁到了威海卫 在自己的藩地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毫不夸张地说 就算他在府内穿龙袍 都默认说什么 当然 他不会这么做 对那身龙袍 他并不感兴趣 宽明斯见到朱军 急不过来 参见殿下 老快 这一次又要辛苦你了 朱军拍了拍 宽明斯的肩膀 自打去凤阳都工后 宽明斯就成了 朱军最大的包工头 作为香山帮的化石人 宽明斯麾下的 能功巧匠无数 当朱军设立 老手艺人都请了出来 也正是有了这些人 继工大学才能如愿开设 宽明斯也不是个短视的人 相比为朝廷做事 战战兢兢 还不如跟着朱军 最起码 朱军好沟通 带人好 而且不轻视工匠 现在更是要给所有匠人 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平心而论 他是感激朱军的 所以 他辞去了工部的任命 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吴王府 成为了吴王府的加成 不辛苦 这些都是微臣该做的 宽明斯跟朱军 简单地寒暄了机具后 随即拿出设计图纸 殿下 这是王府的设计图 按照你的设想 一切从简 走的是简略的路子 咱们不在经座上下功夫 如此一来 便能大大的缩减工期 现在人少 若是能再多给我些人 最快两个月可以完工 一些细节方面 如亭台水泻之类的 可以后期慢慢做 咱不追求奢靡 只追求实用和简洁 只要能遮风挡雨 都是小问题 不过海边风大 威海卫这边冬天冷 饱暖措施要做好 除此之外 未来你的责任很重 不单单要在这里 设立寄工大学的分院 日后寄工大学将改名 工程学院 除此之外 我还将再设立一个商学院 医学院 威海卫 未来还要翻新县城 在原有的基础上 要修建可以容纳 三十万人的新城 听到朱军的话 宽明思案案心经 殿下 您这是要再造威海卫 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692章 为他冲锋陷阵 为他去死 谈不上再造 只是想让这边变得更好 未来十几年 乃至几十年 这里都是我生活的地方 我 还有我的子子孙孙 他们都将在这里繁衍 把这里打造得好一点 也不错 朱军看着远方道 宽明思点点头 他很清楚朱军的志向 当初见 寄工大学的时候 朱军就说 要把寄工大学开遍全国 要让所有读不起圣贤书的孩子 一条出路 一个选择 宽明思也在追随朱军的脚步 对他而言 这是人生几十年来 第一次找到人生的方向 那是比做任何精美的雕刻 都要让人迷醉的东西 他也没有再问 只是对自己说 要努力一点 追上殿下的脚步 在工地逛了一圈后 这方圆五里内 都被圈禁成了禁地 不允许外人随意进入 大概三里地外 越过丛林便是海滩 届时水师将驻扎在那边 县城的驻兵有千户所 所以朱军也不打算驻扎太多人 有个三千人族裔 文灯县的县太爷 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学鸠 满口的知乎哲也 朱军根本没有跟他交谈的想法 方校直跟在朱军的背后 殿下 歇一歇吧 您自打过来 就默好好歇歇 他现在做起了朱军的文书 所以一般都跟着朱军跑 朱军走累了 找了一块大石头坐下 说道 等过两天 朱雀军他们到了之后 就在这附近选地驻扎 另外 明日颁布一道命令 翻地内税务全免 凡为海卫的百姓 都不用给王府那税 方校直微微皱眉 殿下 以一地税收工养藩王 自古都是如此 若是贸然取消 咱们养这么多人 是否吃力 咱们又不是墨银子 收劳百姓那点税收 能有什么用处 而且 微海卫需要发展 就需要有能够吸引人的地方 这次来就翻 我任何赏赐都没药 按理说 朝廷应该给咱上赐田母 藩王就翻 一般来说 田母赏赐都在几千顷 几千顷是个什么概念 几十万亩土地 平行大明 其中以福王朱长巡 最具代表性 因为万历皇帝的宠爱 本来想让朱长巡既成皇位的 但怎奈群臣不答应 为了弥补父爱的缺失 最开始 想分封给福王四万顷土地 但是朝廷中到底有明白人 认为此事不可 于是在群臣的力争之下 才改为两万顷 要求都需要高于之地 两万顷 那便是两百万亩 而且还都要求上田 这王庄都是福王一人的 就算一亩田 一年下来都是几十万两的收益了 用来养王府 绰绰有余 而且 这些土地一地凑不齐 那就让其他地方分凑 所以 藩王很有可能在全国都有产业 碰上灾年 朝廷要对这些地方减税 但是这些藩王不减税 真正做到了抽筋扒皮 敲骨吸水 把老百姓坑害不要不要的 而那个时空 分封二十六王 加上香绳一起兼并土地 国内七八成的土地 都在藩王和香绳手里 老百姓怎么活 能不造反 而大叶藩王 是可以主持地方军务的 是真正的猎土蜂王 老朱甚至把这一条写进了祖训礼 令氏是 接十岁路 不受职认识 清清之意甚厚 也就是说 翻地内 一切事物 朱军都能插手 但是 想让威海卫发展起来 就不许免税 他要让威海卫 成为大业免税第一城 先免农税 然后再免摇曳 吸引人过来居住 等日后 将威海卫打造成辽东最好的海滨城市 虽然地理位置限制了威海卫 但抓住机会 威海卫或许在未来几十年内 有望突破百万人口 朱军说着自己的展望和计划 方孝直一边记录住 一边出神 免农税 免摇曳 让所有学子免费入学 六年义务教育 这一系列的手段 让方孝直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 那一刻 他内心的斗志被点燃 殿下之志 犹如展翅的昆蓬 他就知道 哪怕殿下来了翻地 也依旧会继续自己心中的大志 这种志向 若是能实现 哪怕他肝脑涂地 也在所不惜 一条条计划 让方孝 只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威海卫 那是一个人人向往的乐园 都记下来了吗 朱军收回思绪 都记下来了 方孝直压下澎湃的心情回到 这些都不能一次性放出来 得慢慢一步一步来 一次性为太饱了 人就不懂感恩 而且会让他们无所适从 咱们要把这个当成长期的策略 去逐步地吸引外人过来 这些计划里有针对民生的 经济的 教育的 涵盖各行各业 相比朱军在凤阳的手段 很明显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方孝直一直跟着朱军 他能够抓住朱军计划里的脉络 能够看到未来的展望 很多人善于画大饼 但是那大饼是渴望不可及的 可朱军的饼不一样 是能努力伸伸手 就能构筑的那种 除此之外 要做好治安工作 每日要有人巡逻 要设立律所 免费为百姓提供诉讼服务 朱军起身 暂时就这些吧 一些细节 慢慢补充 是 殿下 方孝直此刻对朱军的崇拜 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甚至在想 千年前 孔孟二圣未尊 那么年前后 威海王的名号 江照耀千古 只是站在朱军身边 他都敢决心经摇曳 恨不得为他冲锋陷阵 去死 而这一日 也是方孝直记忆中 最深刻的一日 若前年后 已经退休的方孝直 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 那是一个阳光璀璨的午后 殿下的光辉 令人不敢直视 直至那一刻 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内心 我想为这个男人冲锋陷阵 去抵抗一切风浪 为他干脑涂地 甚至去死 我已经无法 用文字 来表达我内心对他的崇拜 像我这种人 能够挨着他近一些 就是我三生的荣幸了 所以 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努力 再努力一些 要追上他的脚步 去成为更多人的光 手机 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693章 宝超之害 朱军就翻后的第三日 颁布了威海亡国法令 凡威海为治下之名 军不纳税 在封建王朝 赋税和姚毅 是国家的两个支柱 赋税字不用说 是每个百姓印尽的义务 而姚毅 姚毅就是封建专制的最高统治者 强行要求平民百姓 进行无偿劳动 姚毅大致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利益 一个是兵役 利益 就是要求平民百姓 在规定时间内 无偿为国家劳动 而劳动的时间 以及方向 完全由地方衙门制定 坑爹的是 平民在服劳役期间的生劳病死 朝廷均不承担责任 而大业的兵役不一样 国家户籍 里有兵户 而兵户主要负责兵役 平民服兵役期间 主要就是运送粮草的府兵 身家清白的百姓 需要无条件劳作 而这个时代的罪犯 几乎没有无期徒刑 基本上都是充当免费劳作力 要磨斩首 要磨牢做到死 从某种程度上说 任何一个朝代的姚役 都是加速国家灭亡的因素之一 老朱建大业后 还特地将姚役细分了 设立了三种姚役形式 分别是 李甲役 军姚 杂饭 第一种最好 协助官府管理地方事务 算是没有身份的单位临时工 第二种 就是在官崖里做杂事 如喂马 守门等等 第三种就不用说了 修建水渠 李需要大型水利 就需要全国各地抽调人 带上干粮 出发就行了 生老病死自己管 那些宏伟的城邦 黄兜 无不是千万个百姓 辛苦劳作出来的 朱军叹了口气 他倒是想一步到位 但步子太大 容易扯着淡 全世界都这样 你免得农税还好 要是连姚役都免了 那满世界的百姓 还不封了似的 涌进你的封地 你想造反吗 不纳粮 不姚役 传到京城 那些官老爷还 不认为自己造反 岂不是平天事端 所以 饭得一口一口吃 将王府颁布的新条例 全部宣讲到位 他要做的 就是尽可能的 吸引百姓来为海卫居住 假以时日 等时机成熟 再免除摇曳 正想着呢 巡步三过来通报 殿下 碧莹求见 让他进来 很快 碧莹走了进来 恭敬得到 微臣参见殿下 藩王就藩后 权力不可通往日语 在藩地内 就算是朝廷的侯爷宰相 都要跪拜 可见大叶藩王权力之大 好比朱迪 老朱更是特许他 朝廷命官都要受到朱迪的管辖 妥妥的地方军阀 朱军来势匆忙 什么好处都没有唠叨 但即便如此 碧莹也是不敢有丝毫懈怠 有事 朱军问道 殿下 微臣想请殿下去城内建府 这边靠海 时常有窝贼冒犯 无妨 本王有四万多人的兵力 莫说小小窝贼 就算是灭了窝岛国 本王都有信心 朱军道 你在城内驻扎便是 不要有心理负担 出了事情 本王自会一力承担 碧莹文言 也不再多说什么 想想也是 这位主可是敢突袭硬仓 还大破蒙园的存在 自己这点能耐在对方眼里 什么都不是 想了想 他从怀中取出一个信封 恭敬的承上 殿下 这是微臣和兄弟们的一点孝敬 请殿下笑纳 什么意思 朱军看着碧莹送上的信封 那信封足有半指后 贿赂本王 不过 这不是贿赂 这只是兄弟们的一点心意 朱军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拿过他手中的信封 拆开一看 里面是整齐叠放的纸张 抽出一张看 居然是钱钞 多的百两银子 少的也有一两银子 看起来真的是他们一起凑的 大叶开始发行钱钞了 朱军皱眉 什么时候的事情 回殿下 这宝钞其实早就有了 最早在蒙元时候叫交钞 而宝钞便于携带 一直在军中流通 碧莹解释道 一两钞底的击成银子 朱军问道 碧莹顿时紧张了起来 殿下 半年前只能抵八成 现在能抵九成 还在往上涨 这么多 朱军不解了 这宝钞居然没有贬值 居然能抵九成现银 为何上涨了 这还多亏了殿下 自打殿下攻破了硬仓 这宝钞的价值也是水涨船高 现在市面上流通的宝钞 据说还要往上涨 说不定再过两年 这宝钞就抵九成五了 一般来说 宝钞的价值是偏高的 但购买力很弱 也就是不保值 没有完整的金融体系 去发行这种钱钞 纯纯是为了割韭菜 以前能抵七成 或者更少 这少的就是朝廷的盈利 而宝钞贵重的 不过是纸张而已 八掌大小的纸张 本钱很多吗 因为本钱不值钱 国家公信力不足以背书 没有足够的金银处 存给老百姓安心 所以 这种宝钞一旦发行 是必会贬值 而且会大贬特贬 就好比五猪钱 若是成色不好 那么自然贬值得厉害 这对百姓来说是巨大的伤害 可这里似乎有些问题啊 九成现营意外的坚挺 这宝质很不错吗 民间承认 朱军又问道 碧莹顿时尴尬了 支支吾吾道 认 不过一罐宝钞 只能当六成现营使用 哦 这又是为什么 朱军来了兴趣 看来是原神记忆出了问题 或者原神压根就没注意到这宝钞 所以并没有这方面的记忆 殿下 微臣也不瞒您 这宝钞之所以抵九成 是因为那些商骨在背后运作 但是民间百姓不认可 相比轻飘飘的宝钞 但根本难以养家糊口 不得不请商骨在背后运作 说到这里 碧莹跪在了地上 请殿下恕罪 朱军急忙将他搀扶起来 突然就明白 碧莹为何来见自己了 这宝钞发行多少年了 到你们手里有几年了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六百九十四章 兜底 有七八年了 碧莹道苦笑道 弟兄们时再是没办法了 只能出此下策 你来找本王 是希望本王帮你们 碧莹脸一红 是 不过这都是微臣的主意 跟别人没关系 朱军手指敲击在桌面上 说实话 宝钞是个方便的东西 但出现的不是时候 或者说 朝廷并没有太把宝钞当回事 你们这些军户 世世代代卫兵 日子过得也不怎么好 现在还好 等日后都是问题 明朝为何这么拉垮 这兵户制度 就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一开始 老朱休养生息 建立卫所 是好的 而且 军户制度 不需要国家耗费任何资金 在面临战乱时 也能投入作战 同时 军户制度的建立 可以将更多人派去驻守边疆 这些士兵的亲人 也会随之同赴边疆 在边疆地区形成聚落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实现边疆地区的繁荣 朱远璋说穷不给老二兵力 是因为兵户有限 再加上战马紧缺 兵甲紧缺 当然 国库吃力也是原因之一 在朱军看来 兵户制就是包裹着糖果的毒药 初期的军户制度 可以很好的是 应当实社会发展 为国家提供更多的保障 但是土地兼并问题 也随之而来 土地兼并日益加剧 大量土地都被掌握在 无需缴纳赴税的贵族和地主阶级手中 缩减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同时 在军户制度之下 军官的存在无异于地主 士兵成为了免费为军官耕作的店户 士兵甚至还要受到军官拆遣 更有甚至 一些士兵居然流落成为军官的私人奴仆 很多士兵宁可四处逃窜从伤 也不愿意再受到任何压迫 原本为了保卫明朝发展而存在的军户制度 最后竟然腐朽不堪 甚至推动了国家的灭亡 二来 兵户制度下 很多都是老弱病残 也无法保障实力 就好比七级光抗窝 用的可不是猥琐的兵 大多都是木兵 当然 朱远章的兵户制度 前期的却很好 既减免了大量的财政支出 也不用让这些军户的压力转接到百姓头上 还可以让这些军户就地耕种 平日里还可以训练 但现在天下尚未一统 威海卫这种靠海的地方 远不如内陆 再加上倭寇侵扰 军费支出甚大 这个时空的威海卫 遭受的苦难更甚另一个时空 倭岛国在蒙员的怂恿下 时常突袭威海卫 不单单是浪人 还有真正的正规军 而这军资俸禄 用宝钞来抵扣 谁吃得消 像这种军户家庭 一个军户便是家中的主力 难道全靠家中妇孺来耕种 风调雨顺还能 海的 燕王那边 碧莹瞪着冯春 冯春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连忙将话咽了下去 别人我管不着 可现在威海卫的头头是威海王 在威海王的眼皮子底下出海 你觉得人家汇聚怕你 江南那些人 被威海王整成什么样了 这可是个杀星 别以为他好说话 就蹬鼻子上脸 碧莹冷哼一声 他今日之所以冒险过去 一是想跟朱军拉近关系 二来也是想把把柄送给朱军 要不了多久 他就是朱军的人了 朱军什么人物 那可是妥妥的财神爷 人家指缝里露一点 都够他们吃饱了 他今日的所作所为 在人家眼里透亮 人为海王清楚着呢 要不然 朱军也不会警告他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合作 所以碧莹格外重视 他再三警告在场的人 记住了 以后弟兄们是吃香喝辣 还是苦哈哈 全看为海王了 谁要是敢跟老子这么讹子 老子弄死他 众人都是拍着胸口 保证不会乱来 行了 那时候去威海王那边兑换 很快 为所下面的人得之后 也是纷纷将宝钞拿了出来 来到了威海王府 一个个虽然将信将疑 但是同志大人都说了 他们也知道乖乖听命 你们是来换现钱的吧 快过来 沈大人已经在这边等候多时了 王府一个下人急忙说道 众人都是面面相去 还真的能兑换 这一下 大家都激动了 这宝钞不值钱也就罢了 用来擦屁股都显硬 现在好了 居然有人愿意高价兑换 而这个冤大头 还是威海王 心里都有这想法 以至于 让不少人都生出了一种想法 那就是 威海王出来乍到 需要他们的帮助 可当他们看到 在海边训练的将士回来 一个个又全都系了这想法 这些士兵一个个人高马大 吃得壮硕无比 一看就伙食很好 跟他们对比 自己就像是土匪一样 不仅如此 在威海王府另一边 则是朱雀军的驻地 那边喊沙声震天 还不断地有爆炸声响起 惊得他们不敢张望 就他们畏锁着一千多人 还不够人家色牙缝的 于是火 这些人全都老实了起来 一直忙活到傍晚 沈大宝才搞定了兑换工作 将一箱子保钞封存入库后 沈大宝意识到 接下来可以去各个威所 囤积保钞 但是不能以威海王府的名义 而是要让名下的商骨 去做这件事 不用多 六成七成收上来 维持一两成的利润即可 等殿下那边完成布局 这笔收入 将成为四海银行第一笔收益 朱军还不知道 沈大宝已经打上 其他为所保钞的主意 这会儿 他正看着朱迪的信 信中朱迪宽慰他 还询问自己 为何不将翻地选在 袁大都旁边 言语之中 颇有怪罪的意思 朱军将信丢到一边 思索诸日 后该如何面对朱迪 自己此番锋芒毕露 朱迪也在信中 夸赞自己天纵之才 这俨然是漏底了 日后如果直接跟朱迪对上 当如何 对方有了防备后 对付他 还有那么容易吗 朱军揉了揉脑袋 有些伤脑筋 不过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刚从京城来的好消息 朱珊病倒了 而且 是卧榻不起的那种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696章 转头梦成空 前几日 老朱单独召见了朱珊 谈话江明显比之前和善不少 谈到最后 更是直接说朱军丽保他 让他就翻 朱珊心中激动得不行 心说自己总算熬出头了 但荡着老朱的面 朱珊依旧一副惭愧的样子 细数着自己当初做的种种错事 各种忏悔 各种乖巧 看得老朱是连连点头 在老朱内心 家天下的观念很重 所以 只要孩子不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只要悔改 他都能容忍原谅 一来 是他认为 自己能够镇压不安定的因素 二来 他也希望家庭和睦 从小无一无靠的老朱 内心是极度渴望做一个大家常 将一家老小赵故头荡的 所以 朱珊的忏悔 得却起到了效果 虽然朱珊百般忏悔 让朱珊复出 只是暂时还没想 好让他去哪里 就反比较合适 一来调度需要时间 二来 他还没有跟朱玉善良 于是先让朱珊回去等等 出宫以后 朱珊没有回府 而是继续去了仓库 越是这关头 他越是不敢大意 当天夜里 他躺在仓库的床上 辗转反侧 兴奋地睡不着觉 他想 自己要不了多久 就能构重长兵权 到时候要什么美人 就有什么美人 等到时机成熟 他必然将所受的屈辱 统统还回去 就这么想着 迷迷糊糊便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 便发现自己 喉咙有些胀痛 头脑有些昏沉 他知当是自己着凉了 没有放在心上 而当天下午 宫里来人宣读圣旨 恢复朱珊秦王的身份 拿到圣旨的那一刻 不仅朱珊高兴 邓奴也高兴得不行 姐夫 成了 鬼知道邓奴这些日子 有多难挨 眼下随着朱珊浮起 他便可以借势而起 所以得知朱珊复出后 他第一时间 带着几万两的银子 过来祝贺 朱珊心中很是满意 虽说他恨极了邓氏 但邓奴这个小舅子的却不错 这些年没少帮他敛财 对自己也算是忠心耿耿 而且日后 还需要他稳住邓氏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我估计也就各把月的时间 便回离京就番 到时候 你随我一起去 朱珊道 谢谢姐夫 邓奴拽着拳头 回想起这些日子的屈辱 他牙齿都要咬碎了 他很清楚朱珊的志向 等日后 他必将今日之耻辱 统统收回来 对了姐夫 既然您现在 已经恢复身份了 是不是写信让 六爷把我姐姐送回来 朱珊心情本来挺不错的 听到这话 脸色顿时变得不自然起来 你姐姐还没有问到定顶的配方 老六之所以能大杀四方 靠的 就是这定顶之威 若是我能够拿到定顶的配方 必然也能够杀的敌人丢盔卸甲 到时候什么没有 而且 现在是紧要关头 我若是将你姐姐召回来 岂不是功败垂成 邓奴苦着脸 姐夫 我总觉得 办法是你想的 事已至此 不成功变成人 等我日后是成了 我自然会好好弥补他 朱珊压下心中的愤怒 装出一副心痛的样子 你可知道 我有多爱你姐姐 我比你更难受 懂吗 邓奴一想也是 姐姐自从嫁给了朱珊后 日子过得如同秘里调游 得却很不错 朱珊对姐姐也很好 若说难过 她必然比自己更加难过 将自己心爱的女人 推给自己的弟弟 作为男人的尊严 都丢尽了 姐夫 今日咱们受的屈辱 来日必然要找回来 邓奴恨恨道 那是自然 朱珊说着 突然觉得嗓子痒痒 不由剧烈咳嗽起来 紧跟着便觉得脑袋 一阵阵地发紧 紧跟着便觉得难以喘气 姐夫 你怎么了 邓奴觉 查出了朱珊的不对 急忙掺住了她 这两天也不知怎么了 总觉得气景 难受 想咳嗽 看了郎中 说是有些伤寒 打了针也不见好转 朱珊剧烈咳嗽了一阵后 才顺气不少 打了针还不见好 邓奴皱眉 眼下伤害可不是什么大病 在凤阳医院里 打一针屁股针 保证要到病除 不过现在凤阳医院 也不滥用这针 除了重症 轻症一般都是先开药 即便如此 效果也很好的 他们用这种药 虽然没有屁股针好 但喝上积天 也能好 嗯 可能是这两天末 怎么休息好 朱珊深吸了口气 知觉的肺部一阵火烧一样 本以为只是普通的伤寒 可到了下午 这种灼热感逐渐加剧 咳嗽也越发的厉害 甚至都咳嗽见血了 这一下 朱珊彻底下注了 匆匆来到了凤阳医院 结果一诊治 她得的是一种极为可怕的绝症 肺劳 得知自己得了肺劳 朱珊当场就下坛了 肺劳病 运气好 能治愈 运气不好 就死定了 而且死状很惨 临死前 骨瘦如柴 得知朱珊患上了肺劳 凤阳医院也是高度警戒 首先就是隔离朱珊 然后给医院消杀 随着医疗 所对病菌的深入研究 他们对这种肉眼看不现的病毒 有了更多的了解 再结合中医辩证 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应对办法 陪着朱珊一起来的邓奴 也吓得脸色苍白 众所周知 肺劳是传染的 而且一旦传染 治愈很难很难 堪称绝症 怎 怎么会这样 邓奴腿都有些发抖 他退到一边 整个人已惊慌了 他一慌 朱珊恨不得杀了他 你为什么离本王这魔缘 邓奴都要哭了 姐夫 你 你从哪儿惹得肺劳啊 这病要命的 朱珊脸都绿了 一想到自己患上了绝症 顿时觉得人生渺茫 自己所做的一切 似乎都成了笑话 就算自己现在当了皇帝 可患上了这种绝症 那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可以 他宁愿自己什么都不要 也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他知道现在责怪邓奴莫莫用 唯一的希望 就寄托在凤阳医院的医生身上了 医生 你告诉本王 还有痣吗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697章 向朱霄求救 医生全副武装 将自己防护得很好 可即便如此 也不敢靠朱珊太紧 秦王殿下 咱们对肺劳有一定的了解 目前的药物 对肺劳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但是效果如何 因人而异 咱们一定会尽力治疗您 不过在这之前 您最好把跟您接触过的人找到 让他们单独隔离 确定他们 不会继续传染给他人 等隔离之后 确认没有问题 再让他们出来行走 这个时代 肺劳之所以没有大行其道 是因为交通不便利 而且得肺劳的 大多都是穷苦百姓 朱珊苦着脸道 那岂不是要让父皇也隔离 此话一出 医生也无语了 不过这件事太大了 朱珊不同于其他人 再加上这件事涉及到皇帝 所以 医生上报了院长 院长在逐步上报 朱远章得知 朱珊得了肺劳后 脸都黑了 这混账东西 那惹来的瘟病 他现在很慌 特别慌 这肺劳 他小时候远远看过 同村的一个大哥 而是多岁就染上了 治不好 以至于古兽如柴 看起来如同五六十岁一样 结果三十岁不到 就痛苦地死去 死后 甚至没人敢去给他收尸 只是远远地将他的房子点燃 一并将他的尸体给烧了 他若是染上了 这该死的肺劳 以后宫内其他人 岂不是全都要遭殃 别说朱远章很慌 王狗儿也慌了 因为他今日上午 还近距离地宣址了 一想到自己有可能感染了 该死的肺劳 就一阵心慌害怕 毕 陛下 怎么 怎么办 王狗儿苦着脸 若不是还有理智 他这回都要疯了 能怎么办 听大一的 让咱们隔离就隔离 配合治疗 若是几日后 莫症状 那咱们就没事 若是有症状 就不要火急其他人了 朱远章虽然气急 可心中却是庆幸 这几日没有去东宫 也没有去马皇后那边 更没有跟大孙 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所以 他当即宣址 封锁奉天殿 马皇后得知消息后 也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或者说 整个皇宫都乱了 文武大臣得知 朱远章极有可能感染绝症 也是慌乱的不行 一个个想进宫 又害怕跟朱远章见面 好在有朱玉出来把势局面 这才让时局稳定 大家不要惊慌 目前凤阳医院的大医 已经进宫 做了全方位的消毒工作 并且给父皇等人 熬制了特别的防治药物 若是这半个月内莫大事 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 注意到 杨相 这些日子 奏折就送到东宫来 免得奏折传递 二次感染 是 太子殿下 杨先急忙到 随后 一行人站在凤天殿门外 给朱远章请安问好 朱远章心里正烦着呢 行了 没事没事都忙去 别来烦咱 要是有拿不定主意的事情 直接去问太子 会是刚过 眼瞅着就要电视了 结果倒好 这节古眼上 发生了这种事 若是没染上倒还好 若是染上了 等同于当头一棒 他只能缩在一个地方 小心翼翼地苟延残喘 什么一桶大叶 桶桶都是虚的 朱远身子又弱 他连站出来主持大局都难 到时候 独留大孙一人面对 想到这里 朱远章内心一阵烦乱 心中不由地脑集了朱山 可以想到朱山已经中招了 他也有些可怜他 这病若是发现早 治疗早 能活个几年十几年 若是严重 也就活个两三年 让他就翻 已经不现实了 这毛病就翻后 谁敢冒着被传染的风险 为他做事 到时候 一窝的肺老鬼 害人害己 好在 邓氏带着朱上 禀去了威海卫 倒是躲过一劫 朱远章心中暗暗叹息 那就只能让朱山留 在京城了 让他留在京城治疗 能不能治好 看老天安排 若治不好 他也无能为力 这时候 他突然想到了 已经就翻的朱军 那混账东西 是不是有办法应对 可转念一想 自己才把他赶走 这才过了多久 就跑过去找他帮忙 他尾巴还不得撬上天 旋即又想到了 医术精湛的朱霄 急忙让人写信 去找朱霄求助 而此时 干周福 朱霄这会儿 赶从研究室出来 前些日子 凤阳刚 送了一批研究设备来 这设备比之前的还要好 能够看清楚 微观世界 结合这两年的研究所获 他又有了新的思路 不过 这两年 他按照朱军的计划 逐步将干周福 打造成了一个医疗重翻 每日慕名而来的病人 少则数百人 多则千人 虽然不以盈利为目标 但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再加上成本在哪里 所以 为了维持运转 朱霄制定了收费的定额 这一两年下来 单单是医院的营收 就超过了十万两银子 这还没有算上 番地内的税收 他将这些银子 分成了三分 分别用于番地基础建设 医疗支出和军费 也因为干周府 汇聚了天下大医 又开设了 具有教学性质的医学院 所以 番地内的士兵 都敢打敢拼 当地流传这一句话 只要还有一口气 送到干周府医院 就能抢救回来 朱霄也靠着这一手 彻底消除了 之前朱山留下的影响 殿下 中斗来谢 事后急匆匆地过来 谁的谢 陛下的谢 朱霄脸色一变 急忙拿过信看了起来 这一看 眉头紧紧皱在了一起 老二怎么会患上肺牢 这病可不好治 不仅棘手 而且传染性很强 一个不慎 甚至治疗者 都可能会患上这种病 朱霄自己 就是医术绝顶的大医 他深信 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 如果有 那就是 大医还没有发现治疗的方法 这肺牢 他也曾跟朱军提起过 朱军说 这肺牢可以治 但是需要研发特效药 用特殊的方法治疗才行 就目前而言 没有特别好的特效药 不过 发现即使 还是可以减缓发病速度的 让老二多活今年 是没有问题的 可问题在于 他在赣州府 怎么给老二医治 难不成 要让老二来赣州府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698章 邓氏的眼界 今天 是朱山确诊肺牢的第十天 经过治疗后 那种痛苦减缓了许多 但是效果依旧不理想 他现在已经准备在医院常住了 除了贴身的太监和丫鬟伺候之外 明显的症状后 然后被确诊肺牢 而好消息是 父皇他们安然无恙 若是再过几日 父皇还好好的 就能解除隔离 这一刻 他觉得老天不公 他根本想不通 自己是如何 染上这肺牢病的 他只知道 这些日子 他肺都要渴出来了 每日躺在床上 只能在单独的院子里走走 虽然恢复了秦王的身份 可父皇写了信 让他安心养病 绝口不提就翻的事情 这让他焦躁 甚至将怒火 洒在了身边人身上 昨日 还将近来打针的小护士给打了 他开始自暴自弃 即便父皇说 他已经向老五求助 可老五如果能治肺牢 早就满世界的宣传了 这天下还有肺牢病人 可见 老五是治不好肺牢的 正想着 下人又送来了黑乎乎的汤药 说是治疗肺牢的秘药 也不知道效果如何 朱山只知道 自己喝了想吐 他直接将汤药打饭 滚 本王不喝 贴身太尖下地跪在地上 殿下 您喝了才有好转的希望 您若是不喝 就真的没希望了 这肺牢是绝症 本王从来莫听谁说过 肺牢还能治好的 滚 统统给本王滚 朱山又哭又笑的 他觉得是 老天要亡他 自己沉得住气 能成大事的 可偏偏要给他来上 如此沉重的一击 何其不公也 他一想到自己死后 邓氏便可以跟老六 莫休莫骚的生活 说不定 等他猪胎暗结后 就会让他们的孽种 继承秦王府的位置 到时候 老六一个人占两个王位 他内心就说不出的难受 他好想报复一切 拉着全世界一起垫背 但这里把守着侍卫 别说拉着世界一起垫背 他连走出这个院子 都做不到 绝望 沮丧 自暴自弃 各种负面情 续涌上心头 朱山浑身的惊气神都没了 几日时间 仿佛老了好几岁 眼神变得空洞起来 如此之下 导致他的病情急剧的恶化 甚至当晚就开始呕血 这是凤阳医院大医始料未及的 而同样绝望的还有邓奴 躺在病床上的邓奴 已经被病魔给战败 他内心满是惊恐 这几日 大哥他们轮流来见自己了 只不过隔着牢远 也不敢凑近了 父亲知道 他患上了肺牢 也是忧心忡忡 邓奴想活着 他第一个想到的 不是别人 是朱军 朱军能够将半只脚 踏进鬼门关的太子救活 那位什么不能治好他 所以 他肯邓正帮自己写信 向朱军求助 他不想死 想好好活着 他甚至在想 如果朱军能够治好自己 这辈子就给朱军当牛做马 什么功名利路 他统统不要了 报仇也没有小命重要 这种苦等回信的日子 是难挨的 而朱军收到消息 已经是抵达威海卫后半个月后了 面对邓奴和朱山的求助 朱军心中没有丝毫的波动 这肺牢 是罪折磨人的 不能让你立马就死 但想要治好 也绝对没那么容易 患上这病 就翻是不可能了 所以 他的目的达到了 虽然有些残忍 可对敌人不残忍 难道还仁慈吗 这肺牢病 就是后世说的肺结核 这病在后世 也花了很久时间才功课 可即便如此 治疗起来也是棘手 更别说现在了 因为发现早 所以凭现在的治疗手段 还是能够缓解他们的痛苦 延长他们的寿命的 想了想 他亲自回了一封信 让人加急发了过去 随后走出木屋 远远地看着 前方前的热火朝天的宫地 在木屋的后面 徐妙景等人 正在晒太阳 鸡女的预产期就在这两日 所以朱军那里也不敢去 就在这里陪着 一旁的女大衣 也是随时待命 害怕难产 他们制定了好几个方案 而今 剖腹产的技术 也已经成熟了 所以 朱军倒也没那么紧张 见朱军正在看自己 徐妙景急忙冲朱军招手 朱军笑着招手示意 随后走了过去 众女人群里 邓氏则是抱着大牛 这些日子下来 他倒是真跟观音奴关系好了起来 与其说是他玲珑 倒不如说 是观音奴大度 再加上有朱上炳这个润滑记载 观音奴也没有揪着过往不放 见朱军朝着自己走来 邓氏心里有些紧张 二嫂 出事了 朱军神情言肃道 刚才中都来信 二哥患上了重症 不仅如此 邓奴也染上了 此话一出 众女都愣住了 特别是邓氏 眼中更是闪过一丝惊骇之色 什么病 肺劳 朱军叹了口气 这可是绝症啊 众女都惊得说不出话来 邓氏也倒吸口凉气 肺 肺劳 怎么会这样 不知道 可能是不经意间 接触过某个肺劳病人 然后感染上了 朱军皱着眉头 眼下二哥正在凤阳医院 接受治疗 只不过治疗效果并不好 你看 你要不要回去看看 邓氏盯着朱军 也没有看出什么端倪 他只是觉得 这件事态蹊了 为什么 朱山早不患病 晚不患病 偏偏在朱军救翻的时候患病 要说这件事 跟朱军没关系 他一百个不幸 不过众女都瞧着 他也值得装出一脸急切的样子 老六 你医术好 你有没有办法 能够治好你二哥的病 朱军按道这女人演技不错 面上不动生死的摇头道 这肺劳 目前来说 得却是绝症 虽然能治 但是想要研究出对症的药 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也只能说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弄出 治疗肺劳的病来 话落 邓氏居然阴音哭了起来 一边抹了一边说道 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 日子这才刚好些 结果当家的又得了不治之症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 怎么办呢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699章 感谢六爷的大恩大德 二嫂 你先别难过 这肺劳虽说难治 却并不是绝症 就算治不好 也可以延长二哥的寿命 朱军看了口气 真是命运多舛 眼看着熬出头了 却没想到 又害了这种重病 听到朱军的话 邓氏就更加确定 这件事跟朱军有关系了 他跟朱山这些年 若是半点感情都没 肯定是假的 可之前感情有多深 现在他就有多狠 得知朱山得了绝症后 他的第一反应 居然是欣喜 还有邓奴 这个自己最疼的右弟 妥妥的白眼狼 这不是报应是什么 他内心居然生出了 大愁的抱的爽感 观音奴这时候也到 上柄就别带走了 这一路舟车劳顿的 孩子太小 吃不消 留在这里也好 免得感染上什么不治之症 观音奴内心一千个 一万个不愿意回去 可朱山害了重病 自己这个名义上的妻子 于情于理 都应该回去的 也好 这孩子跟着我 这两年也没少吃苦头 就是留在这里 要多劳烦姐姐费心了 观音奴红着眼睛道 观音奴叹了口气 与他而言 没有落井下石 便是最大的善良了 也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否则 他是绝对没有那么大度的 另一方面 他也是想给大牛积福 六点 那这些日子 这孩子就老你操心了 邓氏道 放心吧二嫂 尚敏在我这里 肯定不会受委屈 二人演戏一番 随即邓氏急匆匆地回去收拾东西 等邓氏离开后 观音奴小声对朱军道 是不是你 朱军吓了一跳 什么我 观音奴拧了朱军手背一把 用风情万重的眼眸 瞪了他一眼 压着声音道 这世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父皇要让朱山就翻了 可就在这关头 他害了绝症 得了这绝症 父皇还会让他就翻吗 零 朱军急忙道 好姐姐 你可别瞎说 你家夫君 又岂是那等黑心之人 观音奴无嘴暗笑 他家这个小男人可坏着呢 但对他也是发自内心的好 他小声地在朱军耳边说了一句 朱军脸上一喜 真的 那还有假 今天晚上 你想如何 多一年 观音奴笑着道 见二人在哪里悄悄摇耳朵 徐妙景打去道 哟 你们两人说什么悄悄话呢 眼睛都笑眯缝了 要不说 出来让大家一块听听 出来让大家也高兴高兴 汤忠林等人也跟着起哄 观音奴笑着道 我说 咱们来了威海威后 有好些日子没有开会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 要不大家凑一块开个会 文言 众女脸都是一红 这个开会可不是什么好事 不过观音奴说今天是好日子 众女都心照不熏地笑了起来 很快 邓氏就收拾好了东西 然后将朱上炳叫了过来 拉着他不断地嘱咐 要听朱军的话 得知朱伤害了重病 朱上炳末有太多的难过 这个年纪的孩子 生老病死 对他而言还太遥远 再加上邓氏不断地影响 让朱上炳对这个父亲 越发地疏远 对朱军倒是越来越沾 朱军有耐心 鬼点子有多 又愿意陪他疯完 小孩子就是这样 谁陪他疯 给他吃的 他就兑水好 放心吧你啊 我肯定听我六叔的 朱上炳现在只想让邓氏赶紧走 这样一来 就莫什么人管自己了 六叔这魔腾自己 肯定是是由着自己 只是想想 他就觉得痛快 邓氏见朱上炳一脸的不耐 心中暗道 自己养了个小白眼狼 不过看他跟朱军这般亲密 心中也暗暗松了口气 未来他的荣华富贵 全袭着孩子身上了 只要朱上炳跟朱军关系后 来日等朱山烟气 秦王的位置 必然落在朱上炳的头上 你先出去 在门口等着 我有件事 要单独跟你六叔说 邓氏道 朱上炳不宜有他 乖乖出门 在门口守着 因为好奇 他还将耳朵贴在门上偷听 站在门口的 寻步三满脸的古怪 小声的道 柿子 偷听可不是一个好习惯哟 朱上炳急忙 做了个近身的动作 寻公 你小声点 我娘要知道 我偷听 非把我屁股打开花不可 不过 他听了一会儿 什么也莫听见 最后索性坐在门槛上 两手撑着下巴 看着不远处的工地发呆 而此时 书房内 朱军道 有什么快说 这孤男寡女的 传出去不好听 邓氏白了朱军也 我这一走 可就指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了 你就不留我 你去看你丈夫 我留你做肾 那你就不害怕我染病 预防的办法我都教你了 只要你做好防护 问题应该不大 你不带上丙去是对的 孩子太小 抵抗力太弱 若是感染上这种病 就算是我 也没有办法的 朱军道 我知道 那畜生的病 是你弄的 邓氏 走到朱军跟前 仰头看着他 你不承认莫关系 但我还是谢谢你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 我跟我二哥是亲兄弟 你这重话 可是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 朱军恶狠狠瞪了他一眼 邓氏书弟的一笑 我懂 我都懂 这情 我记你一辈子 可别了 我吃不消 朱军连连摆手 邓氏昂着头 看着朱军 随后道 走之前 我再给你敲敲腿吧 你疯了 孩子还在外面呢 他要是突然闯进来怎么办 朱军都骂了 邓氏走到门口 拴上门拴 这样 他就进不来了 你真是疯了 朱军道 只是想感谢一下你 给你敲敲腿而已 邓氏一步一步走到朱军跟前 跪了下去 那低眉顺眼沉浮的样子 怕是男人 都有些遭不住 六爷 奴家早在被那畜生推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疯了 只不过 奴家运气好 又被六爷拯救了 所以 请务必让奴家好好感谢六爷的大恩大德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七百章 邓氏进攻 邓氏离开威海卫后 朱军也松了口气 不过 朱山的事情 也算是告一段落了 得了费劳后 朱山日后即便就翻 也不可能领兵了 最多再翻的 姥姥实实当一个闲散王爷 而邓氏一走 徐妙景 李婉秋 沈多 穆念慈等人相继发动 徐妙景 李婉秋 沈多 都生了儿子 唯有穆念慈生了个女儿 至此 朱军有五子两女 这要是放在上辈子 他想都不敢想 别说七个孩子 就算有两 都能把他给押垮了 而现在 他只能说 毫无压力 带孩子有奶妈 家产无数 偌大的藩帝 足够他这一脉繁衍生息 生再多都不怕 朱军也是第一时间 就把喜讯传回了中都 让马皇后等人 也高兴高兴 孩子越来越多 手下的势力越来越大 朱军要考虑的也更多了 自己手下这么多人 他们的前途 全都围继在自己身上 还有藩帝的智力 都成了重中之重 朱军开始忙得飞起 白天要亲自接待 来威海卫投资商股 还要亲自去施工现场指点 然后就是几个大学的选址 新策略实施不到位 他就亲自带队去宣传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威海卫就引来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 就是威海卫之下的百姓 他们都知道 自己的赋税减免了 其次 便是姚役 美户虽然还要上姚役 但会管一日两餐 哪怕是最差的劳役 也能吃毒饱饭 对平头百姓而言 还有什么比吃饱饭更重要的 公文章贴出来后 绝大多数人都不信 直到威海王卿 自带人讲解新策略 这消息才一传十 十传百 彻底传百 威海卫之下的百姓 这才欢欣鼓舞 发自内心地接受朱军的统治 除了这两个关系 到百姓命运的大事之外 然后就是继续沿用凤阳新体系 对威海卫做了全面的整改 从城内到农村 都大兴土木 再加上应天商会投资商的到来 为这片土地 带来了活力和机遇 朱军虽然没有在威海卫开港 但工程队已经在这边探测 合适的港口 这海茂是一定要开的 不一定是现在 但未来 它一定要开 威海卫这魔的天独厚的地方 一旦开了海茂 将一飞冲天 朱军有信心 将这里打造成百万人口的 巨大城邦 相比农税 姚毅 他更喜欢收伤税 那才是真正的大头 就这么忙碌了大半个月 冬日 京城即将迎来电视 朱远章也早在半月前解除隔离 不过朱山和邓奴就倒霉了 他收到了朱霄的回信 结果令他很失望 朱霄也没有治疗肺劳的有效手段 这消息 他一直瞒着朱山 这一个多月来 朱山几乎崩溃 因为情绪不稳定 留在凤阳医院会影响其他人 所以便将朱山转 移回了秦王府 邓奴也挪回了邓府 朱山几乎 每日都写信进攻求助 这让朱远章格外的无奈 朱霄那里那里走不通 他只能重拾让朱军出手的想法 好在邓氏回京了 他正好让马皇后 把邓氏召进攻问问 而习参见父皇 母后 邓氏不明白 马皇后为何突然召见自己 心中万分的忐忑 起来说话 朱远章微微汗手 随即道 这一次回京 为何不将上柄一起带回来 回父皇 不带上柄回来 也是无奈之举 邓氏苦笑道 那肺劳传染力极强 孩子抵抗力很弱 极为容易感染 我询问过六弟 六弟的意思是 预防再好 都不如不见面 虽然很残忍 但为了孩子的健康 只能忍一忍了 而且 孩子也很喜欢六弟 六弟文韬武略样样精通 孩子放在他那里 我也放心 朱远章皱眉 那混账都治不好这病 邓氏摇摇头 不是治不好 六弟说了 是目前的手段 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药 但是他已经在想办法了 不过这重视说不准 若是运气好 说不定几个月就找到了特效药 若是运气不好 说不定几年 十几年都不一定能找到 文言 朱远章心里舒服多了 他知道 朱军一般不会在这种事情 上开玩笑 他既然这么说了 那就说明这 肺劳病不是绝症 能治 但是特效药不好找 最起码 这小子已经在行动了 这就胜过无数人了 哼 那万一他十几年后 才找到特效药 老二的骨头起 不是都烂没了 老二染病 能怪老六 马皇后听不下去了 难道这病 还是老六让他得的 孩子 已经去找药了 难道你还想 把这责任甩给他 朱远章前壳一声 有些尴尬 我这不是心急吗 这肺劳病人还不少 若是能够研究出特效药 也是一件大好事 老六都说了 这要很难找 若真正魔容易弄 你为何不去弄 朱军离京 马皇后本来就舍不得 若是朱军是正常离开的 他也不会说什么 可他是被赶走的 马皇后心里本来就别着火 眼看丈夫还一个劲的挑刺 是再也忍不住了 孩子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 你才满意 别人就翻赏赐不断 我老六就翻你给了什么赏赐了 我儿又不是茉莉公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犯下什么颇天大罪了 现在说的是肺劳的事情 你扯这个作甚 朱远章不断地给马皇后识眼色 外人面前 好歹也给他点面子 那你说肺劳的事情 扯老六作甚 马皇后额眉道错 朱远章自知理亏 也不敢再说什么 转头看着邓氏 算了 上柄就让他留在老六那边 对孩子也好 你既然回来了 就好生照顾好老二 咱知道 这病很厉害 你自己也要做好防护 千万不要被染上 若是连你也染上了 这秦王府就彻底垮了 朱远章很清楚 一旦邓氏染上 那么秦王府就只剩下孩子撑门面了 邓氏吸了吸鼻子 红着眼睛道 谢父皇关系 而吸一定会照顾好二爷的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01章 玩弄于鼓掌间 从皇宫离开后 邓氏带走了很多赏赐 回到秦王府 便听到朱珊在后院大喊大叫 府内下人都惧怕得不行 离他离得远远的 即便一个个全副武装 可进到院子里 先他们戴着口罩 坐着防护 朱珊便会发疯似地攻击他们 让他们撤下防护 邓氏很清楚 朱珊现在已经失了理智 他现在就想拉着所有人垫背 来 你们都过来 你们为什么躲得远远的 难道本王是吃人的老虎吗 邓玉莲 你这个贱婢 你又死哪去了 你是不是又去找哪个想好的拼头了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 你这个当妇 朱珊劈头散发地 在院子里大骂着 一边骂着 还时不时地剧烈咳嗽 有时候咳嗽得厉害了 还伴随着鲜血 他这肺牢 不过刚开始 按道理说 是不至于如此的 可他心太崩了 自暴自弃 彻夜彻夜地不睡觉 以至于病情迅速发展 这才一个月的时间 朱珊的身体 已经变得特别糟糕 整个人看起来阴沉又暴力 可眼中对死亡的畏惧 让他看起来又有些可怜 就如同被踩尾巴的猫一样 王 王妃 殿 殿下又发疯了 府内的下人 看到邓氏过来 急忙说道 邓氏表情淡然 所有人都退下 我单独跟他谈谈 王妃 您千万做好防护 还有 千万不要单独进去 殿下一发疯 失去理智很可怕的 一个是女道 前些日子 一个小侍女被他抓住 硬生生将两边的耳朵 给咬掉了 那血腥的场景 到现在还留存于 众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邓氏点点头 放心吧 我能说服他 众人虽然担心 却也不敢多说什么 不过他们 都巴不得远离珠山 那里还会 留在这里 等众人离开后 邓氏这才不紧不慢地 戴上特制的口罩 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 然后走到院门口 院门已经被铁门封锁了 以防止珠山从里面逃出来 院墙也特意加高了不少 骂了这么久了 也该骂够了吧 邓氏冷声道 你这个贱婢 你又死哪儿去了 朱山看到邓氏 飞快地跑到门口 满是与你的手死死地 抓住铁门 不断地拍击着 那猙獰的面目 犹如恶鬼一样 我就算出去找拼头 那也是你自找的 邓氏后退了两步 他牢牢记住朱军的话 见邓氏一脸后退 这更加激发了朱山的凶性 你这个贱婢 我要杀了你 邓氏嘲讽道 你都走不出这扇门 怎么杀我 朱山气得不行 我告诉你 就算我死 这秦王的位置 我会拆穿你跟老六的奸情 我要你跟老六身败名裂 邓氏就像是听到了 天大的笑话一样 你拆穿我跟老六 这不都是你逼的吗 难道你要告诉父皇 你为了付出 为了兵权 就怂恿自己的妻子 去伺候自己的弟弟 你荒唐不荒唐 再说了 我手里可是捏着放七叔的 我早就不是你的妻子了 哦 当然了 我名义上 还是秦王府的郑王妃 你现在这个疯疯癫癫的样子 又有几个人相信你的话 他们都会觉得 你恩将仇报 是上柄的 日后 我就是这府内最大的人 你不在了 我想怎么伺候老六 就怎么伺候老六 当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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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山峰狂摇着铁门 你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的是你 邓氏冷冷一笑 你有今日 便是你的报应 不过或许 是老天不愿意收你的命 我来之前 老六说着肺劳能治 就是有些棘手 他需要找特效药 若是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活下来 朱山愣住了 随即就像是 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你说真的 我巴不得你死 你觉得我会骗你 邓氏冷声道 是老六心善 他一直对你挺好的 你病了 他第一时间就想办法 所以 我真觉得你是个禽兽 你为了一己私欲 不仅害了我 还害了老六 朱山凌乱了 不 这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救我 他跟你都那样了 怎么还会 希望我活着 邓氏只是不想让他 天天满嘴喷粪 故意骗他的 只要给他一点希望 如他这种惜命的人 是不可能放弃的 是我勾引的他 也是我逼他犯的错 他心里一直愧疚 自然想要弥补你 邓氏道 我劝他不要管你 让你自生自灭 可他不答应 你好狠的心 朱山怒声道 不过邓氏这话 倒是让他打消了一律 朱军的却不错 放下成见不谈 朱军对他没话说 就翻之前海里保他 否则他也没那么快恢复身份 若不是这该死的肺劳病 此刻他早就就翻了 而邓氏 也的却是自己逼迫着去的 所以 朱军心里愧疚也很正常 想到这里 他内心生出了希望 我再狠 别达目的 不择手段 什么都做得出来 别说千儿 恐怕父母 你都下得去手 你这种人 是披着人皮的恶狼 真正的畜生 朱山这会儿 也懒得跟他见识 他现在就想知道 朱军究竟能不能救他 这样吧 只要你让老六救我 日后你说什么 我听什么 就算你给老六生孩子 我也替他养 如何 他的孩子 需要你养 邓氏讥讽讽道 想让我救你 莫门 我只会添天气你 让你早死 就算老六找到了特效药 我也要让他没有机会给你用 朱山气鼓鼓的 可他现在越发肯定 朱军能救自己 只要自己老老实实地配合治疗 延长自己的寿命 等到老六的特效药 自己就能活 到时候 一切就都还有希望 你不会得逞的 虽然你这个 剑壁心肠歹毒 但是本王有一个好弟弟 朱山这会儿 也不疯了 理智也重回身体 你就看着老六是怎么 将我治好的吧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02章 这状元 我不稀罕 朱山内心知觉的好笑 他太了解 这个刚愎自用的男人了 他只是略施小技 便将他耍得团团转 接下来 任凭他如何刺激对方 羞辱对方 朱山就是不开口 反而逃得远远的喊道 把药端来 本王要吃药 本王要沐浴 文言 邓氏也松了口气 最起码日后不用担心 朱山与死亡破了 他还真的怕朱山 被朱友蒙心 不管不顾的 将一切事情都吐露出来 虽然没人会信 但总归难听不是 他内心其实 很想朱山早点死 甚至还动了下药的念头 不过转念一想 到底是夫妻一场 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眨眼功夫 就到了电视这一日 原本应该到八十八人 可是既知 到了八十六人 会员谢敬 和排名第六的方校直缺考 得知这二人跟着朱军 一同就翻后 朱远章也是颇为无奈 那可是会员和前六 不夸张地说 这二人在朱军麾下 有治理经验 放到汉林院待两年 日后再下放 十年内必成朝廷中留抵住 而现在 他们二人缺考 无疑是放弃了自己的前程 有时候他都在想 朱军到底有什么魅力 能让这二人毫不犹豫地 放弃自己的前程 看着下方人才急急 朱远章却发现 自己并不高兴 若是朱军还在 说不定他会将朱军召进攻 然后问他 电视该出什么题目 而今 朱玉埋怨他 至今都很少跟他交流 马皇后也懒地伺候他 已经好些日子 不允许他上床了 也不知为什么 他突然对电视的结果不感兴趣了 或许这些人中有大财 可他们在如何聪慧 似乎都不如自家老六 老六的施政理念 他的新体系 都是别开生面 独具一格 好似这体系 已经经过千百次的实验一样 格外地可靠 自打迁一中都 开了六个直辖府后 大业今年的商税 相较前两年 几乎增加了一倍 朝廷开支大 可收益更大 落好了 连带着损耗都低了 还有那新农村 大学 可以说正中他的下怀 朱军是懂他的 并且能将他想法 转化为实际政策的 可惜了 顺序很重要 朱远章摇摇头 将心中那斯惋惜驱逐 可直到电视结束 他也依旧在 思索着朱军的策略 这个方针很好 可如果没有掌舵人 那么必然会跑偏 所以 他将希望放在胡国庸身上 也不知道这家伙 现在做得怎么样了 罢了 现在说再多都没用 等恩科之后 明年还有一场科举 最晚明年科举之后 他就要开战了 这些人才上来 正好可以填充官位 他对自己格外的有信心 三年 不 五年内 他一定能一统天下 然后把一个完整天下 交到朱玉的手上 然后再由朱玉交给朱英雄 然后子孙代代相传 其他的儿子孙子 就拱卫朝廷 永振边关 他坚信 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不管遇到什么挫折 他都要坚定地 将自己的理想实现 电视之后 便开始乐卷 一般是三天放榜 这期间 宋连等人送了不少好文章上来 可朱远章都兴趣寥寥 这其中 有一个叫王守阳的人 文章还挺有意思的 在他的文章里 重点说了至良知 知行合一 跟朱军的观点不谋而合 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随后 便在这篇文章上 打了个圈 这文章不错 可谓状元 宋连等人 连盲子戏观 看着文章 这才发现 这王守阳妥妥 就是朱军的狂热崇拜者 文章里不仅应用了朱军的观点 还助虫解释了一番 就这 他们质疑 而圈定了状元后 后面的名次 就让他们自己商议 朱远章也懒得去管了 总的来说 这一次的恩科 他还是比较满意的 虽然有不少人 都在文章中抨击大业 但也让朱远章 看到了一些不足的地方 很快 放榜了 一大早 便有官差抬着轿子 敲锣打鼓地 来到了凤阳的胡同里 这场景让不少人都出来观望 报喜的人 站在一个小院前 敢问这里 可是王守阳 王举人的家 一书童睡眼 轻松地打开门 看着门前站满了人 不由愣住了 对 我家少爷就是王守阳 哎呀 恭喜王老爷 贺喜王老爷 今日王老爷高中状元了 那报喜的人笑着道 书童愣了愣 旋即大叫一声 飞快地往屋子里跑去 一边跑一边嘴里还道 少爷 中了 您高中状元了 而书房里 一个相貌端正 身材高大的年轻人 放下了手中的笔 他眼前放着一张字帖 赫然是近些日子 风靡中都的兽晶体 这时候晶体在他看来 锋芒毕露 一笔一画都犹如剑王 注尸令他爱不释手 他也是花了大价钱 才求到的 阿福 不就是中状元吗 何必大呼小叫 阿福激动得不行 少爷 那可是星科状元啊 这下好了 老爷若知道了 肯定高兴 王守阳笑了笑 你去拿些银子 给那些报喜的人 您呢 不出去 报喜的人说 要拉着您骑大马 游城呢 星科状元骑大马游城 那是文人一辈子的荣幸 谁听了不激动啊 到时候 还有探花榜眼 同科近视 一起游街 那是多么风光荣耀的事情 不去 莫什么意思 这一次的状元 我胜之不武 王守阳摇摇头 放下笔 在他看来 若是谢静和方笑 直没有走 这星科状元 根本就轮不到他 谢静天纵之才 方笑直 更是两袖清风方克卿的儿子 此二人跟在威海王身边 深得威海王的施政理念 自己与他们相比 还差得远 可就是如此 他们二人居然毫不犹豫地 跟着威海王就翻 丝毫不在意前途 据说 这二人非常低调 务实 在凤阳也是有口皆备 人谁提起这两个小郎君 都要竖大拇指的 所以 这状元 他不稀罕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03章一日 看尽金城花 阿福都傻了 少爷 这可是莫大的荣耀啊 先骑马游街 一日看尽金城花 接受百姓的瞻养 那些富贵人家的千金 都在阁楼上观望 那些勋贵说 不定会蛮横地跑过 来将少爷抢回家当女婿 虽然野蛮 却也是莫大的荣耀 绑下卓序 这几乎是每个学子 都暗暗期待的事情 特别是寒门子弟 他们家少爷 虽然不是寒门子弟 可若是能够被 京师的大人物看中 也是极好的事情 更有甚 说不定能被皇帝看中 当作帝序 那就真的 直接走上人生巅峰了 阿福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太学 入士林 说不定能够 直接进入汉陵院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呢 现阿福激动的样子 王守阳兴趣缺缺道 那未免也太无趣了 阿福一时也不知道 该说什么了 值得跪在地上哀求 少爷算阿福求您了 要是您不去 日后老爷知道了 肯定会打死我的 王守阳叹了口气 行行行 我去行了吧 阿福一喜 急忙起身 少爷 您这身衣服不行 要穿新衣服 到时候我给您牵马 阿福想 到时候自家少爷 骑着大马 带着红花 自己牵住马 那还不知道 吸引多少富贵人家的婢女 到时候 也让他们瞧瞧 他骏阿福 现阿福又开始出身 王守阳便知道 他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不用换了 这身就行 他推开门走出去 便看到院子里站满了人 看到自己 一个个脸上 都是和煦的微笑 随即 他便被众人架上了马 状元也又接了 咚咚咚 两边的人 将铜锣敲得震天响 胡同里为的水泄不通 那些老妈子 都牵着自家孩子 恨不得让他们沾一沾纹取心的福气 很快 一行人来到了大街上 王守阳看到了其他人 榜眼是一个叫欧阳伦的人 此人是张周来的 也极为有才 只不过家庭一般 王守阳听过这人的名号 长得五官端正 看起来一脸正气 叹花则是一个陈汉的人 叫张志忠 王守阳稍微一想 便明白了 自己这状元 怕也是矮个子 挑高个子 鱼鹿君瞻 让这些远道而来的人 都不吃亏 其他其人 则是排名前十的学子 只是目前还没有次名号 不过一般来说 他们都会被赏赐近视 举人就见官不败 自称老爷 近视就更了不得了 绝大多数都能做官 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身 这些人都同自己一样 穿得喜气洋洋 带着大花 两边还有牙翼 开刀 两边的百姓更是家道 道路两旁的阁楼上 无数位出阁的秀女 正羞答答地往这边看 欧阳伦心中说不出的欢喜 没想到自己真的高中了 虽然没能当状元 但是榜眼也很不错了 有了这身份 日后便可以彻底扎根大叶了 他家境一般 能有今日 全靠自己的努力 也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张志忠则是年少老成 可再如何淡然 上阳的嘴角 还是出卖了他的内心 绕着凤阳主路转了一圈后 十人这才入宫 而老朱更是特许他们从中门走 这是莫大的荣耀 进到凤天殿后 十人急忙跪拜 老朱也穿得特别的正式 看着下方是个英俊 也很是满意 这一次取式 本国四个 张周和陈汉各三个 其他人则被刺同近视 一行人千恩万谢 老朱也按照以往的流程 赏赐经营 让他们入学太学等等 嫌麻烦 他甚至开始当场任命这些人 就在老朱任命的时候 马皇后看着朱素兴道 那三人中 可有你满意的 朱素兴罕见脸红了起来 那炭花 郎太老成了 伴着个脸 看起来就凶 那榜眼道 是长得有模有样的 但是家境一般 听说他父母都是普通人 也不行 还是状元朗好 他父亲曾经也是状元 书香门第 虽然已经没在汉林院任职 但家风肯定不错 说着 他攥着手 脸色通红 朱素兴笑住道 妹妹眼光不错 那王守阳据说自小就聪慧 其家风甚严 你选择他肯定没错 朱素兴捂着脸 一副害羞的样子 马皇后笑了笑 随即让贴身太监去传话 这时候 王狗正在宣读任命 朱远章高坐在笼椅上 紧跟着马皇后的贴身太监上前 跪在朱远章的身边 小声地说着什么 朱远章点点头 咱知道了 下去吧 太监离开后 朱远章则在想 朱素兴这些年的 却被自己宠坏了 而且 他年纪也到了 得却该嫁人了 王守阳的却不错 身家清白 其父也曾试汉林院学士 后来虽然因病辞退了 但是朱远章对他印象很深 而且此人 也是这东一脉中 比较有话语权的人 朱素兴嫁给他 倒也不会吃苦 想到这里 朱远章心里有了主意 张志忠 任汉林院编修 张志忠即盲贵败道 微臣寇谢天恩 这汉林院编修 是正儿八经的正七品官员 而且是史官 清贵得很 虽然只是正七品 但是入了汉林院 魔力几年 必然会升官 而且汉林院内 最不缺的 就是状元了 欧阳伦 任汉林院编修 欧阳伦激动到浑身发颤 从一届草民 到正七品的清贵官 他欧阳伦彻底翻身了 不枉费他千里迢迢跑到大夜来 微臣 寇谢天安 王狗转头将目光投向王守阳 这小子跟脚很硬 所以 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许多 王守阳 跟汉林院修传 编修和修传一字之差 但是却相差甚远 前者是正七品 后者是从六品 七品是一个坎 到了五品又是个坎 不夸张地说 五品的职位 已经在向王守阳招手 而且 这修传主要职能 是修传皇帝实录 掌握皇帝言行 提供文化咨询和建议 妥妥的天子敬臣 属于位低权高的那种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04章 拒绝 欧阳伦和张志忠 都有些羡慕 其他人就更别说了 一个个都眼巴巴地看着王守阳 王狗见王守阳不吭声 还以为他是被巨大的惊喜给砸晕了 这种事情 以往也听说过 所以王狗善意地提醒道 王守阳该谢恩了 宋连跟王守阳的父亲相熟 可对王守阳的文章不喜 在他看来 王守阳写出来的文章 颇未离境看到 也不知道王华是如何教育他的 不过再怎么说 王华也算是这东一脉的中流砥柱 一马归一马 他这个做长辈的 也有义务提醒他 守阳该谢恩了 王守阳叹了口气 随即跪在地上 谢陛下 不过 草民怕是要让陛下失望了 话落 满堂皆惊 王狗儿脸色大变 不仅是他 欧阳伦 这家伙疯了吧 莫非他还要拒绝 王守阳 你想做什么 莫非还要抗制不成 王狗不又拔高了声音 宋连等人也是一级 王守阳 你疯了不成 王守阳苦笑着摇头 朱远章也皱起眉头 他的确挺喜欢王守阳的文章 而且 这年轻人跟脚也好 长得也俊巧 满脸正气 一看就很有能力 再加上安庆看上了他 日后招来未絮 也是极好的 他想了想 说道 王守阳 你莫非是嫌弃 攒给的职位太低了 王守阳摇头 草民自知德性浅薄 难以担任大任 所以请陛下收回成命 宋连都傻眼了 王守阳 你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吗 杨仙也是紧皱着眉头 他还以为这小子 是个可造之才 想多接触接触 没想到这小子 居然来这么一出 宋学士 小子很清楚 自己在说什么 只不过 汉林愿非小子所愿 这一次恩科 也 是家父逼着来的 况且 在小子眼里 这状元 小子得来 圣之不武 王守阳道 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觉得 你的状元 是咱们包庇来的 宋连气的不行 你这个金科状元 可是陛下清点的 非也 王守阳摇头 朱远章冷着脸道 你说圣之不武 是什么意思 草民以为 这一次的竞争对手 有两人有状元之才 一人名谢敬 另一人名方孝直 此二人大才也 只可惜 殿氏莫能碰上他们 所以草民以为 这状元 草民圣之不武 而且入汉林愿 也非草民之愿 听到这话 整个奉天殿 都鸦雀无声 宋连等人 都心色的不行 谢敬 方孝直 那都是朱军的人 这小子 居然如此推崇 他们二人 朱远章也没想到 王守阳居然就为了这个 便拒绝了自己的任命 那你说 你想当什么管 草民不想当官 草民只想 切切实实地 为百姓做点事 如威海王殿下一般 知行合一 低头 弯腰 双手沾泥 双脚奔波 只是在汉林愿修书 是远远不可能 做出好的学问来的 王守阳道 草民来今 一是父亲催促 不忍家父失望 二主要是想 跟威海王殿下论道 只不过草民身份低微 觉得莫资格 所以才想在科举上 拔的头筹 引起威海王的注意 只可惜 威海王已经就翻了 王守阳一阵惋惜 不过 草民已经打定主意 要前往威海卫 请教威海王 还请陛下恩准 草民知道 此番冒犯了天言 可草民之才 实在难以胜任此位 草民 性子跳脱 难以约束 日后若是闯祸 必然会让陛下头疼 所以 朱远章彻底无语了 他好不容易看中一个人才 居然还是冲着老六来的 是了 从王守阳的文章 他也应该明白的 这家伙 就是老六的狂热追随者 王守阳 你不顾圣人大道 网顾圣恩 你知不知道 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了 威海王虽有才 却给不了你坦荡的前途啊 宋连怒声道 威海王有句话小子很喜欢 我们这些后人 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所以 才能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可我们未尝不能成为巨人 为后来人提供便捷 在汉林院修书 固然轻贵光宗耀祖 可我还年轻 不想把最好的光阴浪费在汉林院 四书五经 我都翻烂了 甚至倒背如流 我再也无法从书里 得到一些感悟 威海王说得对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知行合一 方能知道自己的心 找到自己的路 他这一句话 却是把整个汉林院的人 都给得罪了 一个个都对他横眉冷眼 可王守阳不在乎 对他而言 自己的内心最重要 若是自己找不到答案 那么 就算他当宰相 也不会高兴的 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想要让人解惑 可那些人 并不能为他解决困惑 直到有一天 直辖府的道路 修到了他家门口 他看到了城市的变化 他看到了生机 那时候起 他开始关注人们口中的封王 他的所作所为 他的惊人之言 都让他沉沦 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他觉得自己很多想法 都跟对方不谋而合 可对方是亲王 身份高贵 自己算什么 也配站在对方面前 所以 他本是不愿意来客举的 但一想到这一次 主考官是朱军 他毫不犹豫就来了 而且这一次的题目 都很离经叛道 他做题做得很爽 完全可以将心中 所想统统写出来 还不用担心犯忌讳 在他看来 藏着掖着 是不可能让一个国家变好的 真正的办法 就是掀开那一层遮丑布 然后直达问题核心 去直面他 方能解决问题 毫无疑问 朱军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他从未见过 有一个人如此之行合一 就连朱子 似乎都差他一些 而今日 在朝堂上 面对满朝文武还有皇帝 他知道自己这一番话 可能会为自己招来大祸 可他还是说了 不为别的 就为了他内心的坚持 他再次看向朱远章 请陛下恩准 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请陛下恩准备